不知何时,月光偷偷从厚重的云层中现身,清冷的光瞬间铺满了整个屋顶,院子,一道白色的身影从天而降,简单的发际斜斜插着几只玉簪,一双露在面纱外清冷无欲的眼眸,还有那曼妙的身形,无疑不令人惊艳,但是惊艳之外,又不由的联想到了一个人,冷月。 殷素素捂住嘴,邓大眼,莫名有些不知所措的盯着陈元元,低声道,扶灵师叔这也牺牲太大了吧,居然伴坐冷月,不仅如此,连招式也学了,只会更加像。 陈元元低声道,殷素素眼睛跃瞪跃圆,眼见着他的扶灵师叔缓缓落下,束手一招,一道掌灵飞速缠出,只取人性命。 冷夫人,您可知道这天下都在通缉你,你跑到五皇子这儿要杀人,是所为何事? 扶灵冷冷一笑,声音压得低沉。 我和双二遭此疑难是为谁?要不是这道貌爱然的五皇子,为了权力和名单不择手段? 我和双二又怎会不得不隐姓埋名,苟且偷生? 这仇,这恨,这怨,我此生难忘。 殷素素差点憋不住笑,这说话的方式还有那怨愤的模样,简直模仿了个实诚实。 那看守的人显然也反映过来,这位冷月今晚就是来复仇的,但是却只有一人,当下也不打算浪费时间, 直接一招手,准备来个速战速决。 扶灵素手一扬,殷素素所做的那些迷烟团子直接扔了下去,然后下一瞬,长灵直接飞向火盆, 着了火的药团子,瞬间散发出屡屡青烟。 不好,丙夕,快。 扶灵从腰间抽出软件,瞬间冲了过去,与看守的人动起手来。 陈渊源也蒙上黑布,望着殷素素低声道,我去帮扶灵师叔。 说吧,也随之冲了出去。 殷素素也蒙上了脸,瞅准机会立刻跃了下去。 谁? 一看守之人隔着浓厚的迷雾,怒吓一声道。 你姑奶奶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白如霜视眼。 殷素素冷冷说吧,抽出烈焰剑,直接杀了过去。 他对战的人除了上次的黑衣人之外,便就只有白如霜了。 如今面对宗师,他也不知道自己有几分胜算,但是这正是磨练自己的好时机。 亲王殿下对你们师徒掏心掏肺,你们真是狼心狗肺。 那看守之人怒火鼎盛,手持双刀,一个横劈,左右加弓。 拂过解药的殷素素,眸光凌冽,无视迷烟,脚尖轻点,烈焰剑横扫而去。 一扫火光闪现,迷雾竟然在一瞬间被从上至下割成两段,流出了一丝空隙。 那看守之人眼睛一瞪,找准时击杀了过来。 因素素面容严肃,烈焰剑一个翻转,斜扫而出,同时内力外放,小腿借力步步逼近。 呵,凭你也敢。 那人冷笑一声,十分不屑。 一交手,他立刻就看出了对方的等阶,与他相差这么多,还敢步步紧逼,看来是不要命了。 因素素怎会不惜命,他是在试探自己的底线罢了。 那人腿脚发力,直接稳荡停在原地,双刀夹击,一路火花四剑,就要毁了因素素的烈焰剑。 可烈焰剑是系统出品,怎是这反品可毁的。 那人剑毁不掉,眼里立刻就起了贪婪之心。 因素素瞅准时机,抽回烈焰剑,咬牙低喝道,横扫千军。 内力翻转,沙土飞扬,强悍的气息瞬间扑面而来,火热的力量铺天盖地横扫而去,卷起一阵狂风。 那人眸光威宁,终于郑重对待起来,双刀发力,内力运转,直接横批了过去。 卷起的狂风,瞬间被劈散开来,仿佛不堪一击。 那人得意一笑,还未张口,一道泛着寒光的剑尖,瞬间袭来,直指咽喉。 那人面色一白,立刻急步后退。 因素素咬牙拼尽全力,剑尖瞬间刺过。 那人双刀一挡,刀面直接从中断裂,嗡的一声,碎成两段。 那人怒目圆瞪,一口鲜血喷出,面色瞬间挥败了下来。 原本藏在浓烟中看不太清楚的脸,此时清晰地出现在了因素素的眼前。 因素素一正,只觉似乎在哪里见过此人。 你追杀过陆毅。 因素素忽然喊出了声。 那人面色一凝,杀气顿时弥漫上双眼。 咬牙道。 你到底是谁? 因素素咬唇,暗怪自己多嘴。 不过眼下也不是检讨的时候,这个人既然是追杀过陆毅的,那便不能算是好人。 多说无意,来吧。 刀剑底下剑真张。 因素素说吧,手持烈焰再次冲上前去。 那人眸光阴寒,枯搞的手一动,一道锁链瞬间弹出,如暗夜黑蛇一般,迅速缠绕过来。 直接裹住烈焰剑,也锁住了因素素的手腕。 那人手一动,黑色的锁链顿时出现无数黑钩道刺,深深地抓入因素素的皮肤之中,黑色的鲜血顿时溢了出来。 那人冷笑一声,顺手一拉,道次划着皮肤发出刺破的声响,轻松拉出无数血钩,连带着因素素的手不要直接废掉。 因素素忍痛,拼命抽回了手,额尖大地的汗珠顿时米了出来,面色也白的犹如纸张一般。 右臂上的伤口不断地往外渗血,一条一条地染红了地面,也染红了手里的烈焰剑。 你这链子有毒? 因素素白着脸,抬眸死盯着那人。 那人哈哈大笑道,歇毒,怎么样,舒服吗? 因素素感受着右臂,就像是无数只吸血的蚂蚁,顺着你的肌肤,爬进了你的伤口里。 在任何能出血的地方是咬着,爬动着,酥酥麻麻,又痛彻心扉,让人难以忍受。 因素素一咬牙,按到自己大意了。 只见他束手一扶,从空间里拿出一个瓷瓶,直接咬开盖子,将里面的解药吞浮了下去。 手上的感觉好了一些,但是想要彻底治愈,还得把毒血放掉。 但是现在他没时间,你从哪儿拿来的东西? 那人狐疑地问道。 因素素看了四周,因为打斗,他和这人如今已经远离人群,来到后院。 前面的打斗声愈演愈烈,一时间似乎难分胜负,而这里他必须要奋出胜负。 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如死前通个姓名,也好过做无名之鬼。 你说是不是? 因素素呼得笑了,苍白的脸上,那突如其来的笑意,怎么看怎么诡异。 第242章,换成了,那人节节一笑,冷冷地盯着因素素问道。 你呢?你又是谁? 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白头衫,照米誓言。 因素素回答得斩钉截铁。 而后眸光微寒瞪着那人道,说吧,你什么来头? 在你临死之前,我便大发慈悲一回。 那人阴森森地笑了声,我姓蒋,蒋元参。 因素素只觉得这名字十分陌生,在京城里,似乎从未听说过这个姓氏。 不过看着人傲然的态度,难道这姓氏不一般? 既然知道名字了,那便受死吧。 蒋元参低贺一声,手持锁链,瞬间卷出。 因素素面色微变,立刻闪开,同时持剑冲了上去。 锁链适合远攻,他不能给他机会。 那人节节一笑,笑英素素的不自量力。 锁链犹如滑流的黑影一般,道次一个个蹭地冒出,泛着嗜血的寒光一个回卷, 就像是长满了无数只尖角道次的毒蛇,猛地扑来。 因素素却是不管不问,只向前冲,烈焰见眼看就要滑了那人的喉咙之时, 后面的锁链带起的腥风也随之而来,伤敌一千臂自损八百。 因素素当机立断,渐渐一个斜刺,同时身体一个翻转, 挡住锁链,锁链一卷,卷住烈焰剑,直接从因素素手中拖出, 眼看着就要飞到蒋元参的手上。 因素素却是并不着急,一个借力猛冲上前, 看着是要夺回烈焰剑,但其实右手一招,凤伟琴赫然出现在手中。 争,一声爆破的琴音,在蒋元参一时不察之际,迅速攻上。 蒋元参只觉脑子忽然一阵顿疼,就像是破入他的石海一般。 因素素抓住时机,抢回烈焰剑,一个横批, 只听得一声破裂之声,血花似箭,剑身之上鲜血滴答落下, 砸出一个个的血坑。 蒋元参捂住自己的臂膀,双眼弥漫恨意,咬牙恨声道, 去死吧。 因素素淡定,收回凤伟琴, 手持烈焰剑擦去嘴角鲜血,飞身而上,当头直披而去。 蒋元参手持锁链斜身闪开,同时锁链蜒而上, 灵活攀登,就要锁住因素素的腰身。 因素素不闪不避,一个借力向前拦腰横削而去。 这回蒋元参不得不暂时避开要害,收回锁链,挡住烈焰剑的攻势。 刺了一声,一路火花四溅,碰撞出的刺耳尖利的声音在这黑夜之中, 分外明显。 因素素抬眸看了眼天,不能再拖了。 与我对战,你还敢分析? 蒋元参怒火滔天,咬牙大喝一声,瞬间锁链再次变化, 一溜下去的掌刺瞬间切开四瓣,每一瓣的倒沟都深深的往里卷着, 泛着刺目的寒光。 不是我分心,而是惊艳你必死无疑。 因素素冷冷的说罢,不退反攻,急力而起冲向蒋元参。 蒋元参一个阴森冷笑,强化后的锁链更显强劲,依旧主动攻上, 同时锁链更加灵活缠绕,在因素素一时不察之际, 直接绑住了他的双腿,就要拽飞。 因素素看准时机,绕到蒋元参背后,长剑极刺对方后心。 扑呲,风忽然停了,滴滴血珠顺着剑尖低落下去,声音竟然如此明显。 因素素脚边的锁链松了,刮烂的裤脚成了片状, 而此时他手里的烈焰剑正在惨白月光的照耀下,泛着刺目的血光。 蒋元参口吐鲜血,眼神惊恐地望着自己左胸上穿透过来的剑尖, 想扭头跟因素素说些什么,一张口,更多的鲜血吐了出来, 终于他双目缘瞪渐渐无神,迎面扑倒而去。 因素素抽回烈焰剑,体力不支,瞬间半跪在地。 素主,赶紧吃药。 因素素喘了喘气,从空间里摸出药瓶,赶紧连连扶下三颗药, 才撑着烈焰剑缓缓站起身来。 阿满! 陈元元飞速赶来,就看到了眼前这个场景,当下低声道。 你怎么样? 师姐,真东是真不好对付。 因素素苦笑一声,找出一张干净的帕子, 将烈焰剑擦了个干干净净。 要不是烈焰剑上有毒,要杀死一个宗师还要更难, 甚至被反杀都有可能。 后面,我和师叔来收尾, 这尸体等下一把火烧了,不能被人看出痕迹。 陈元元低声道, 因素素微一点头表示明白, 收回烈焰剑后,先一步进入了后院。 此时前面还在打斗,后面看守的人一个都没有, 这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因素素将先前收集来的三皇子和四皇子的布料直接放了出来, 再将五皇子的全部拿走。 打眼一看,两边的数量差不多, 竟像是从没有人动过一样。 因素素想了想后, 又费了一番力气将所有布料堆放到原先的地方, 再将地面上的痕迹一一清理, 看起来像是无人过来的模样后, 悄悄地再次将锁落上退了出去。 扶灵剑情况差不多了, 干脆引人离开。 陈元元扶着因素素将一地上的尸体堆放到一处, 直接放了一把火之后, 带着因素素离开了。 一会儿功夫后, 二人便来到了京城的联络中心。 因素素换下夜行医, 换了一身检疫中医, 将一头乌发也披散下来, 身上披着一件轻质丝绸长袍, 又拿胭脂改了下脸色, 等一切准备, 完全之后悄默默地退回到了秦府。 而此时的秦府也遭了贼, 所有的锁接被破坏, 库房的大门也被整个拆开。 但是好在因元星反应迅速, 抓住了几个偷东西的贼。 因素素装作被惊醒的模样, 匆匆地赶了过去。 刚到地方, 就见秦司双面色惊吓的角着手, 面色微白, 双眸有些心慌。 阿满, 这些人都死了, 因素素环抱着他娘, 抬眸望去。 因元星已经将这些人的蒙面除去, 一张张普通的脸, 就这么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面色清黑, 双眸瞪大, 明显是服毒自尽。 因元星走了过来, 低声道, 布料没有丢, 应该是没来得及。 说吧, 看向了因素素, 低声问道, 怎么面色有些白, 吓到了。 因素素摸向自己的脸, 低声道, 做梦了, 梦到自己的银子全被人抢了, 然后就吓醒了。 因元星好笑地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道, 放心吧, 今晚什么东西都没少, 但是却多了几个贼罢了。 因素素点了点头, 安抚地拍了拍他娘的手, 提着裙脚缓步走了过去, 然后一路走向了库房。 库房的患阵依然在, 只要一眼看着, 便能确认布料并未丢失, 但实际摸一摸就知道, 这些都不存在。 因素素悄悄地往外偷看一眼, 装作在研究所, 然后试着关了关门, 将布料全部放好之后, 撤回了幻阵, 缓步走了出来。 哥哥, 我想看看这些尸体。 因素素道, 嗯, 你小心线。 因元星交代完了之后, 吩咐人先将秦丝双送回去, 天色都这么晚了, 没必要惹得西院那边跟着一起担心。 因素素拎着裙子半蹲下来, 包着帕子将一个翻到的尸体翻过来, 看着这尸体清黑的面色, 还有那怒目圆瞪的模样, 眉头越皱越紧。 因元星不知何时走了过来, 半蹲在因素素的身边, 垂眸望去, 低声道, 阿满, 你觉得跟上次追杀你的黑衣人, 是不是来自同一个势力? 因素素干脆摇头道, 不是。 虽然上次那些人自知逃跑无望, 也是服毒自尽, 但是双方除了都穿业行衣和都服毒自尽这点之外, 其他地方是不同的。 哥哥, 可能是两方势力, 但是都在培养死士, 因为你看, 这死士所服下的毒素, 和上次那伙黑衣人不一样。 因素素说着, 指着这尸体瞪大的眼睛和清黑的面色接着道, 这尸体, 眼部鼓掌, 眼球四周有血痕, 面色清黑有斑纹, 服用的毒素较为剧烈, 会对尸体的模样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元星不由的想到了上次黑衣人追杀那次, 那次的黑衣人服毒自尽似乎不是这个模样, 倒是更为平和, 但是死亡速度极快, 这次的却受了会折磨, 都是死士, 但是毒不一样。 因元星说道, 因素素点了点头, 说道, 上次的毒梅法仔细查, 这次倒是可以细细看看。 说吧, 因素素起身, 准备回去拿银针。 因元星吩咐夫人, 不要乱搬动尸体, 留几个护院守在这里, 其他人立刻散开, 离开此处。 等因素素回来的时候, 库房的锁已经全部换上了新的, 闲杂人等也早已退开, 热水, 油灯已经准备好, 四周围也架起了火盆, 十分亮堂。 因素素不得不感叹一声, 他哥哥想的是真周到。 阿曼, 先看这个。 因元星招手道, 因素素抬脚过去, 半蹲下来, 戴上他娘给他缝制的手套, 捏开尸体的嘴, 启动查案技能, 找到藏毒的牙齿, 用银针角洞取了出来放到一旁, 又用银针刺入他的手指, 沾了血之后, 放置到特制的容器之中。 血液已然成了紫黑之色, 毒力十分强劲, 因素素小心翼翼地放入器皿中, 拿出特配的药水, 滴入了进去后, 观察药水的颜色, 又取了另外一根沾了毒药的银针, 细细看了会儿之后, 眯着眼将其放到另外一个器皿里, 然后从拧来的箱子里, 翻出了一个拇指大小的瓷瓶, 倒了些粉末下去。 那占着毒药的银针, 顿时成了青紫之色, 且有非常强烈的腐蚀性。 因素素按道一句, 若这不是系统出品的银针, 怕是此时都要化霉了。 按按复匪一句后, 因素素小心将银针收回, 擦拭干净, 再火烧又烧了几遍, 确认没问题后, 收了起来, 望着他哥哥说道, 哥哥, 这培养死士的这个人, 应该很有钱, 用的毒药都是顶贵的。 怎么说? 因元欣问道。 因素素轻吐出一口气, 拉着因元欣起身, 望着护院吩咐道, 找些麻布, 裹着自己的双手和口鼻, 将尸体裹上草席, 送到城外一把火烧了。 护院纷纷应声, 赶忙去找麻布, 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就开始搬运尸体。 放心, 现在还没到真正毒发的时候, 最起码还要两三个时辰, 放心搬运, 尽快烧了。 因素素又道, 是, 小姐, 众人齐齐应了一声, 十分迅速的就搬好了尸体, 他们出不来城, 我得随着一起去。 而且, 也正好找人做个见证, 一挥手, 让所有人跟他走。 大哥, 务必要尽快烧了, 不然这毒素二次爆发, 恐造成大难。 因素素面色紧张地说道, 因元欣点了点头, 示意他先回去, 然后自己带着人先走了。 因素素收拾好药箱, 拎着箱子, 先回到了自己的清竹院, 却是没有再休息, 而是等着因元欣回来。 素主, 这什么毒? 系统奖励我的那本黄老邪毒物大全里面有, 此毒名为天煞, 是用十八种毒虫, 十八种毒草混合制成, 吞浮下去, 犹如烈焰烧心, 所以, 死前每个人都会面目猙獰,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看着像是死不瞑目。 看来这养死士的人是打算好了, 就算是这些死士死了, 还要吓吓人。 不止如此, 因素素面露寒光, 面色难看地说道, 这毒虽然让人死了, 但是毒本身却还有二次作用。 什么作用? 待两三个时辰后, 毒素会再次蔓延全身, 尸体会变成一个天然毒气体, 会造成更多的死亡, 而且毒气弥漫, 甚至有可能将一片地方彻底成为死地。 因素素说吧, 面色微白, 心跳不由的惊慌加快, 他要不是细心要查一查毒, 这一会儿, 他们的库房连带着这整个秦家都要命丧毒气之手。 真是好狠毒的心, 好恶毒的人, 五皇子的人, 我确定就是五皇子的人, 那上次刺杀我的便不是五皇子的人, 而是另外一拨人, 很有可能是楼望阁的人, 或者轩辕车的人。 因素素不确定地说道, 五皇子不过是要抢不了罢了, 为何要派出死士来抢, 还想要毁了整个秦家。 因素素皱了皱眉, 这也是他想不通的地方, 最后他只好道, 说不定有人跟他做了什么交易, 让他毁了秦家, 便给他一些什么好处。 皇子能缺什么好处? 因素素一正, 稷儿恍然大悟, 猛地反应了过来道, 名单, 白如霜的名单。 是, 肯定是名单。 所以, 轩辕车并不是如我所预料的离开了京城, 他还在京城, 且藏在某个很安全的地方。 因素素终于确定了, 当下猛地一拍桌子, 掌心通红刺痛, 都盖不住他浑身的怒火。 素主, 这轩辕车好贼啊。 好啊, 声东击西玩得溜啊, 让人以为他们已经出了京城, 但其实还归缩在京城, 等着合适的时机再离开。 因素素咬牙说吧, 眸光微冷, 快速地在脑海里过着上次, 他娘给他看的京城分不涂。 白如霜被毒蛊咬了, 不去救人, 还留在京城? 因素素眸光微宁, 道, 那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京城里有苗疆的人, 可解蛊毒, 所以留在了京城。 不然, 怎么就那么巧? 有人卖了两只蛊虫给唐骁, 让他已身四骨。 因元欣从城外回来的时候, 面色微微有些不好。 因素素见状吓了一大跳, 赶忙问道, 怎么了? 难道烧尸体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守城的人一开始, 拦着不让我们烧。 我说可以, 这些个毒人我就留在这里, 若是后续发生什么, 你们自己一力承担。 因元欣说吧, 撩开外袍胯坐下来, 面色微沉。 因素素甘咽了一口口水道, 不会没烧吧? 烧了, 我找了景云, 那守城的人才不敢放肆。 因元欣说道, 因素素觉得有些奇怪, 按理说这种情况, 守城的人应该不会故意找事才对。 哥哥, 那守城的人, 难道背后靠山是谁不成? 因素素猜测问道, 因元欣点了点头道, 五皇子的人。 因素素责了一声, 按道果然如此, 这五皇子倒是收买了不少人。 不过守城的, 估计也不知道这些毒人的厉害, 只是为了五皇子为难一下他哥哥罢了, 结果萧氏子一去, 墙头草立刻就到了。 今晚的事, 五皇子脱不了干系。 不然怎会拦着我不让我烧掉那些毒师呢? 因元欣冷笑一声, 眸光威冷道, 我明日就去击鼓鸣冤, 这是不能这么了。 因素素闽唇一阵惊喜, 他还想着要怎么将事情引到五皇子的头上, 结果这五皇子手底下的人就这么迫不及待的送人头了, 真是好运气。 哥哥, 我回来的时候, 查一些我师父给的书籍, 终于弄清楚了那是什么毒了。 此毒名为天煞, 因素素将天煞这种毒讲解了一遍后, 面色难看的说道, 哥哥, 五皇子不至于因为抢个布料就出动死事, 所以一定是还有别的交易。 因元兴缓缓起身, 沉着嗓音道, 此事我记下了。 因素素为一簇眉, 干脆道, 五皇子从我们这儿未得手的话, 那估计后面都会潜伏不出, 应该是抓不到把柄的。 因元兴摸了摸因素素的头道, 去休息吧, 此事交给哥哥来处理。 因素素闽唇, 乖巧地点了点头。 因元兴转身离开了青竹院, 后, 因素素降门紧闭, 这才解开外罩的丝绸袍子, 整个人终于放松了下来。 宿主, 陈元兴师姐传音, 扶林师叔那边已经结束, 他也将痕迹清扫完毕。 辛苦师姐和师叔了。 因素素说吧, 将袖容卷起, 看着绑得乱七八糟的纱布, 还有纱布里塞着的香料。 苦笑了一声, 他就怕被闻见血腥味, 所以香料塞得有点多, 但也幸好没被发现。 因素素吐出一口气, 将纱布一个个拆了, 又重新上药, 换了新的纱布绑了回去, 至于沾了血的, 直接丢火盆里, 点了火折子一把烧了。 宿主, 三皇子和四皇子, 如何发现他们的布料, 落到了五皇子处。 此事, 默默一直想不通。 因素素笑了, 你没听我哥哥说吗? 他们私下里, 自然是有来有往斗来斗去的, 所以, 收布料的是, 想瞒过其他人, 根本不可能。 只要明个一早哥哥去报官, 三皇子和四皇子府, 绝对会有所怀疑。 一共收布料金线的, 就这么几家, 其中三家都出了问题, 秦氏秀芳甚至直接报了官, 这里面是谁捣的鬼, 不言而喻。 就算那几位皇子, 明面上无法做什么, 但是私下里这笔账, 肯定是记着了。 另外这件事, 哥哥可不打算就这么算了, 所以, 明日报官的时候, 必然会说, 守城之人拦着不让出门的事, 这里面就耐人寻味了。 因素素接着说道, 五皇子大概要记恨了。 因素素无所谓, 这五皇子早就记恨他们了, 几次三番找麻烦, 已是常态。 而且, 这次既然用到天煞, 那也就别怪他们十倍奉还了。 其实, 白如双说的名单这事, 还有待商权, 因为在剧情里, 这名单是萧锦云发现的, 但是如今, 萧锦云已经抛弃了他。 因素素说道, 那他要如何找名单? 默默猛了, 剧情走向已崩, 谁也不知道, 下一步该怎么处理。 正常来说, 他们是拿到了皇上批准的, 重查白家案子的旨意, 而后去了白家所在的福州, 而当时福州的知府, 也是个贪财的, 白如双极恶如仇, 斩杀之府, 获取了案件线索, 因素素说着, 算了算时间后, 发现一点都不用再着急。 这部分剧情还早, 而且白如双现在中了自己的种下的孽障, 要转醒过来, 估计还久得很。 先不提名单的是, 先要将白如双的藏身之处给找出来。 因素素说道, 这个祸害留在京城里, 又不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 他不能给白如双丝毫翻身的机会, 就要打得他永远都冒不了头, 这事才算完。 因素素闭幕, 再次开始回想整个京城的平面图, 将一些地方抹去后, 剩下的几处地方逐渐清晰。 默默, 你说白如双有没有可能藏在圆柳下? 因素素问道。 素主, 默默不知。 因素素经咬了一下唇, 不禁陷入了沉思之中。 假设白如双藏在了圆柳下, 那五皇子应该就不至于暴露自己的底牌, 使用死事来毁了秦家一门, 好获取名单, 他如果新购硬购了, 甚至可以直接威胁白如双交出名单。 所以, 圆柳象可以掠去了。 除了圆柳象之外, 其他几个地方中有一半是楼望阁的据点。 楼望阁如今被通缉, 京城里的据点也毁得七七八八了, 连夏侯家都归缩着, 不敢出来帮忙。 所以, 应该也不是楼望阁的地方。 除去这两个人的地方外, 一个是新的白家医馆, 此时应该是无人在才对。 还有一个小药房, 是唐家给唐霄开的。 唐霄如今帮忙白如双越狱, 整个人以身四股, 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被关押在大理寺。 若是唐家人知道此事是白如双所招惹的, 也必定不会留下白如双。 那只剩下最后一个有可能的地方, 便是万三千的布庄。 万三千一开始做生意, 做的就是布料还有香料生意, 毕竟女子的钱最好赚。 后面和白如双合作卖保养品, 更是大赚了一笔, 有了资金后开始碰撕严了。 而目前来说, 万三千反正是无法和白如双合作卖保养品了, 所以只得先待在自己的布庄内, 脚踏实地老老实实的卖布。 难道真在布庄? 殷素素迟疑了一瞬, 便觉得不管是不是在, 先盯着再说。 默默给师姐传殷, 盯住万三千。 是, 宿主。 第245章, 报官, 一日。 殷缘心直接府衙敲响了冤谷, 这在大盛来说, 应该是头一次。 朝廷命官亲自去敲冤谷, 身边陪着的还是镇南王府的柿子。 这两尊大佛一出现, 知府大人立刻亲自出来接了。 一问, 才知道是有贼人趁夜溜进了秦府。 再一问, 才知道这贼人还是一伙死士, 被发现之后, 立刻吞毒自尽了。 为了避免这些毒人产生别的问题, 已经趁夜拖出去烧了, 守城的人还有萧柿子都可以作证。 知府擦着一脑门的汗, 这牵扯到了死士, 就等于牵扯到了有人私养死士, 甚至私兵。 这在大盛是不被允许的。 这是要大了。 但是这还不是结束, 在因缘心报关之后, 三皇子府的人还有四皇子府的人, 纷纷前来报关, 只说有贼人入府, 撬开了库房, 抢走了东西。 知府紧张无奈之下, 只好接下案子, 顺便问问丢失的是什么。 结果三皇子四皇子的人一说, 知府直接猛了。 这分明就是一伙贼人啊, 专抢布料和金线, 还都是这次几位皇子大婚急缺的东西。 但是据他所知, 目前这笔单子落入了秦家秀房, 所以秦家遭贼才会这般愤怒。 那其他皇子囤积这个又是为了什么? 知府心中有想法, 但却也不敢明问, 但是却把这三桩案子拢在一起, 算一桩案子来查, 必须要把幕后贼子捉拿归案, 因素素正躺在躺椅上。 眼睛微微闭着, 阳光透过竹子的缝隙再落下来, 隐隐绰绰的已然没有了那刺目地光, 且竹影洒洒, 威风轻浮, 难得可以放松身心的好时候。 四, 因素素到吸一口凉气, 只觉手臂施咬的感觉又开始了, 当下眉头不由的皱起, 艰难忍着。 宿主, 这毒素要完全拔除, 还有断日子呢? 因素素猛的睁开了眼, 轻吐出一口气道, 我这还是个会解毒的, 要是放在旁人身上更难以忍受。 看来苗疆的歇毒的确厉害。 苗疆的歇毒? 因素素诧异地重复了一句后, 恍然反应了过来, 他最早查徐太妃案子的时候, 那个人用的银针上所沾染的毒就是歇毒。 所以, 很有可能那个蒋元餐所用的毒也来自苗疆, 但是苗疆的人要杀陆毅? 为什么? 因素素有些弄不明白, 但他也不可能直接去找陆毅问个究竟, 所以这疑惑便只能暂时割下。 不过, 衣着陆毅那脑子, 若是苗疆的人真的对他动手, 怕也只是时间问题就能被他翻出个底朝天。 他与其担心陆毅, 还不如担心担心自己吧。 宿主, 陈渊元师姐传音已经将消息传出去了。 因素素点了点头, 嘴角含笑道, 有人就是好。 知府其实接到案子就准备查案, 但是这要怎么查, 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因素素也不能指望一个知府去跟皇子斗, 所以就找了他师姐将一些所谓内幕消息传了出去。 这消息越传越邪惑, 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毕竟敢打皇子们东西的主意, 看来是真的活得不耐烦了。 其实三皇子和四皇子估计已经想到动手的人是谁了, 但是只要五皇子继续打死不认账, 还真拿他没办法。 这个时候, 刘延就好用了。 而且, 刘延说的还都是真的, 毕竟守城人做的是真的, 连推托都不好推托。 处理好这件事, 别的不说, 五皇子大概会消停好一段时间。 而且, 就算他不消停, 三皇子和四皇子也不会放过他。 秦氏秀芳的工作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 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有一定的规定, 所以只要按时秀的仔细点且没有瑕疵, 就可以完美交工。 也正因为接了这笔单子, 秦氏秀芳开始招工, 人数又翻了一番。 而秦焕也终于谈妥了两边, 将两边的地方全部买了下来, 摁了地气后, 便立刻开始招人过来整理, 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两边处理到可以使用的地步。 所有的事情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而陈渊源这边也终于带来了消息。 宿主, 陈渊源师姐说, 万三千那边没有留人。 殷素素轻敲着桌面, 有些想不通地说道, 除了万三千这里, 他到底还能藏到哪里去? 再说了, 这白如霜中毒不行, 但其他人都是一个个的大活人, 人数还不少, 吃喝总是要的吧, 怎么就一点痕迹都查出来呢? 难道在远离京城的地方? 郊外? 殷素素不由地想到了白如霜买下的那处地, 难道在那里? 辛苦师姐派人再去白如霜当初买下的那个桩子, 四周查一查, 看看是不是藏在了那里。 殷素素说道, 是, 宿主。 对了宿主, 陈渊源师姐说, 万三千的布桩挂起来出售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近期一直使大量银子去看唐销的缘故。 殷素素诧意地张大了嘴道, 探奸探破产了。 虽然大理寺内我们的人进不去, 但是通过一些套话倒是知道, 唐销最近似乎在慢慢恢复, 万三千一直有送药过去。 殷素素有些奇怪的择了声道, 难道是万三千圈的唐销终于改邪归正, 从此白如霜是路人? 他脑子终于清醒了。 不过话说回来, 大理寺只要使银子就能探监。 这陆毅的管理下, 这大理寺的人应该不敢如此做才对, 除非是有人担着, 除非是故意的。 殷素素恍然反应了过来, 所以这万三千花钱探监的事, 陆毅是肯定知道的, 他不仅知道他还保驾护航。 但这是为什么? 为了钱, 这陆毅应该不缺钱, 这薰贵家族, 庄子粮田铺子不知有多少, 怎会缺钱? 万三千一个做生意的, 能有什么好药可以治疗唐销? 除非因素素一拍手, 立刻到, 唐家找到了万三千, 因为他们自己没门路进去, 所以让万三千送药进去, 毕竟唐家对这位少爷那真是掏心掏肺的好。 而陆毅看重的, 是唐家智商的药材, 一切都说得通了, 原来陆毅是有所图谋啊。 不过也是, 这唐家传承百年, 会治毒, 自然也会治解药, 治伤药。 而且, 这药方子应该都是不传之秘, 要是能搞到方子, 到时候军队的伤亡, 说不定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这陆毅够厉害的。 默默, 让师姐可以不用盯着万三千了。 那边有陆大人呢, 我们就全力去找白如霜就好了。 是, 宿主。 第246章, 万三千邀约, 临近傍晚时分, 秦焕忽然找了过来, 一见到殷素素便欲言又止, 似是不知该如何开口。 殷素素干脆问道, 大舅舅, 你是缺钱了? 你大舅舅, 我缺什么都不可能缺钱。 秦焕说吧, 摆了摆手, 撩开外袍坐了下来, 望着殷素素道, 我今儿个准备盘下一个布装。 嗯, 然后呢? 殷素素也随即坐下, 到了一杯茶推了过去。 秦焕闽纯无奈轻叹一口气道, 我买的那个人, 他叫万三千。 他说他这布装地段好, 空间也大, 后面还有个房间, 正好可以睡火机。 所以, 这地方要价绝对不会低, 但是他知道, 我是你舅舅。 所以他不卖。 殷素素立刻皱着眉, 干脆道, 他若是不卖, 咱们也不买, 他那地方是有多稀罕吗? 倒也不是。 秦焕心头有些奇怪, 但还是将万三千的要求说了出来, 他说, 可以比市面上的价格低一些, 而且布装里头的家具摆设, 甚至布料都可以留给我, 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殷素素问道, 万三千要见你。 秦焕摊手道, 这才是他觉得为难的地方。 那地方属实不错, 但是这买卖上的事, 他自己完全可以处理解决, 没道理让自己大侄女跑一趟, 见一下这个布装老板。 但是这布装老板说了, 报他的名字, 大侄女说不定就会同意。 殷素素暴毙, 微皱了一下眉道。 好, 我去见见他, 舅舅, 什么时候? 明日晌午, 秦焕说罢, 才感觉不对, 连忙问道, 真要去啊。 去, 这位跟我也算是有点淵远, 他既然要找我, 说不定是有事, 去去又何妨。 殷素素笑了, 舅舅, 就这点事, 你这么纠结啊? 我能不纠结吗? 谁知道这万三千打什么主意。 秦焕青吐出一口气, 却并没有放松的样子道, 我到时候多找几个人陪你去吧。 殷素素赶忙摆手道, 不用了, 我会舞, 而万三千就是一个生意人, 舅舅不用担心我。 好吧, 不过若是你觉得不舒服, 那就不谈。 秦焕嘱咐道, 殷素素笑着点头道, 舅舅放心吧, 我可不是会吃亏的人。 秦焕这才放心, 又坐了会儿后, 人便走了。 殷素素好笑地送他舅舅离开后, 便重新坐了下来, 茶盖碰着杯身, 一声脆响。 默默, 你说万三千为何要见我? 默默不知, 许是想求你放过白如霜吧? 殷素素一摊手, 那我可没办法了, 这人不是我通缉的, 白杂案子也不是我要查的, 但是这人我还是要找的。 宿主, 陈渊渊师姐回消息了, 买下的那庄子上也没人, 原来的庄头已经知道白如霜犯了事, 因为衙门的人找来了, 连地气什么的已经挂兽了。 殷素素不禁大笑出声, 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个庄子, 结果好笑了, 直接打水漂了, 用不用告诉舅舅, 将中间那片地方买下来。 殷素素笑着直白手道, 不用, 所以中间空了, 那负责的人肯定第一时间找了舅舅, 舅舅既然没买, 自然是为了压价, 那地方的地理位置就那样了, 卖也卖不出去, 唯一能卖的便是他们勤价, 所以这个时候压价是最合适的时候, 如此可以将那一整片地都直接拿下。 舅舅说得对, 无伤不坚啊。 殷素素感叹道, 宿主到换药的时候呢? 殷素素一闭眼, 顿时感到郁闷了。 一日, 殷素素跟他娘说过后, 便带着小牙小朵出门了, 去的地方, 自然是万三千的布庄。 马车到的时候, 殷素素被扶下来, 一眼就看见那布庄上贴着的转让的纸张, 还有门前的灰都系了厚厚一层, 无人打扫。 殷素素嘖嘖两声, 抬不上了石阶, 抬手敲了敲门。 门枝鸭一声打开, 万三千露出一张略微消瘦的脸, 但是收拾的还算干净, 只见他也只是晃了一下眼, 便立刻将门开的大了一些道, 殷小姐请。 殷素素点头, 由小牙扶着走了进去, 万某只想与殷小姐二人谈一谈, 万三千略微有些祈求的目光, 脸上的笑容也有些尴尬和不知所措, 甚至犯着微微苦意。 殷素素轻恩了一声, 让小牙去马车里等他, 然后几步走向里面。 万三千朝着小牙一抱歉, 当着他的面将店铺的门关了。 我舅舅说, 你要见我, 你因为何事要见我? 殷素素问道, 万三千往前做了一个请的姿势道, 咱们还是坐下说吧, 就在后院里。 后院地方大, 院外便是街道, 我也不会, 也不能做什么。 殷素素笑了, 只觉得这万三千有些古里古怪的, 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 虽然如此想着, 但是还是抬脚往后院走了过去。 院子里的石桌上摆了一壶茶, 茶杯倒扣着, 四周也清扫得干净。 殷素素过去坐下, 手摸向茶壶, 是温热的, 估计准备了一会儿了。 万公子, 到底合适? 殷素素暴毙, 眸光微冷, 就这么抬眸, 盯着万三千。 万三千坐了下来, 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后, 一饮而尽, 而后抬起袖子, 略显粗鲁地擦了擦嘴, 手放在石桌上, 望着殷素素问道, 殷小姐, 我其实想问, 你和双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殷素素一愣, 这是什么问题? 你跟在白如双身边那么久, 我做过什么? 他做过什么? 你不是应该很清楚吗? 殷素素吃笑一声道, 万三千抿着唇, 微微垂眸道, 正因为我都清楚, 所以我才想不通。 双尔跟他说的最多的, 就是梦境, 梦境, 他梦境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 他的梦是预知梦, 只要跟着他, 那么大圣未来的第一首富, 就是他万三千。 但是他总觉得不对, 尤其是探病看到了唐霄的模样。 他竟然让唐霄已身四股, 唐霄的手, 还有手臂上, 坑坑洼洼, 血肉全部被咬走, 那一眼真是触目惊心, 让他每每回想, 都觉得要出一身的冷汗, 夜里也总是坐卧难眠。 但是他跟唐霄说, 只有成为大圣的第一毒王, 才有资格保护他, 留在他的身边。 第247章, 迷途知返, 万三千的额间, 不知何时觅出了冷汗, 神情也变得恍惚了起来。 殷素素倾扣桌子, 发出独独两声闷响。 万三千似乎恍然清醒, 抬头望向殷素素。 殷素素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邀请我来, 是让我看看, 你现在失魂落魄的样子的。 万三千敏, 唇苦笑着摇了摇头。 殷素素继续吃笑一声道, 若你是要问我是否问心有愧,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我问心无愧。 白如霜入狱, 是他自己争风吃醋, 爆出自己白家人的身份, 还意图毒杀冯家小姐, 给予靖王妃之位, 让人忍无可忍, 才被下狱的。 不过, 他倒是认识的人多, 还有人帮他解育。 万三千台首饰一阴素素停下, 才接着道, 我并未有质问的意思。 所以, 你找我来是为何? 解惑不成? 殷素素你没问道。 是。 万三千目光坚定地回答道, 殷素素奇怪了, 白如霜自己做的那些事, 他要怎么解惑? 他怎么能清楚白如霜的脑回路? 万三千身吸了一口气, 仿佛下了好久的决心, 在这一刻终于鼓起了勇气, 开口问道, 我问过, 也打听过。 你们从一开始, 似乎关系就一般, 即使当时肖世子从中吊河也是一般。 嗯, 所以呢? 殷素素道, 肖世子后面因为白姑娘的事彻底与他决裂, 但是我从未想过是生雁的地步, 毕竟二人也算是有过一段时光。 万三千接着说道, 生雁很正常吧, 毕竟看到了白如霜事后五皇子的场景, 还见到了正要行好事, 但却被五皇子横插一步被绑起来的楼望阁。 殷素素说吧, 一摊手道, 按道理来讲, 我这个规格女子不该说这些肮脏的事儿的, 但是我毕竟还是要为肖世子解释一番。 万三千整个人呆住了, 本来想要说的话就这么堵在了嗓子眼, 一口气上不去吓不来, 整个人的脸憋得发白。 原来如此, 我竟是不知道。 万三千呼得苦笑了声, 殷素素一副奇怪的模样, 插一道, 你不知道? 又不是一两个人, 后面唐肖不是也是吗? 万三千微微摇头, 面色微微发白道, 这些事与我无关, 我听过便算了吧。 殷素素不禁又敲了敲桌子, 保持耐心的问道, 所以, 你到底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 万三千字朝一笑道, 我原本想问, 为何白姑娘会讨厌殷小姐? 在我看来, 二人先前没有任何交集, 而后面的一系列事情, 似乎也是白姑娘先咄咄逼人的。 嗯, 你倒是有点脑子, 看得清楚。 殷素素道, 现在我觉得, 这些都不重要了。 万三千呼得道, 不重要了? 你来找我, 就是问这不重要的事情。 殷素素诧异了, 万三千起身, 躬身行了一礼道, 殷小姐, 后续我会与您舅舅细谈转让之事, 等转让之事谈妥, 我也该离开京城了。 彻底离开, 再也不回来了。 殷素素问道, 万三千重重地点了点头, 确定且认真的说道, 再也不回来了。 殷素素缓缓起身, 想说什么, 最终也只是叹了一口气, 说道, 回头是岸。 万三千苦笑一声, 殷素素提起裙脚, 缓步往布庄走去, 万三千快走两步, 与殷素素并排, 往门外走去。 等殷素素出门之后, 万三千忽然喊住殷素素, 问道, 殷小姐, 你也做梦吗? 殷素素脚步一顿, 回头微笑道, 我睡觉沉, 倒是不做梦。 万三千一拱手, 面带微笑。 殷素素走下石阶, 忽悠回头望着万三千开口道, 梦境再美好, 也只是梦境, 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地走才好。 说吧, 便有小牙扶着上了马车, 待马车徐徐跑走了之后, 万三千叹了一口气, 低声喃喃道, 是啊, 梦境又怎能当真, 只是梦罢了。 后面他还要交接, 交接完了之后, 再去最后一次看望唐霄, 他也该离开了。 这京城里的繁华, 终究是与他无关。 万三千忽然像是松了一口气, 那心里的许多想不通的癥结, 在这一刻忽然就解开了, 再也没有欲杰于凶的感觉, 这边因素素坐在马车上, 随着马车的轻晃, 不由的传音默默道, 万三千部分剧情发生变化了。 素主, 看情况, 好像是的。 因素素呼出一口气, 说道, 看来这大圣的首富是要换人了。 没有白如霜的保养品赚第一桶金, 自然也就没有了启动资金, 自然也就不会碰撕眼。 这部分剧情的改变, 对万三千来说, 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好事, 但对我来说, 绝对是算的。 因素素满意的说道, 白如霜真的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了, 为了让梦境成为真实, 开始主动出击。 而半引诱半抢破导致的结果, 就是一个一个剧情的崩塌, 也不知道唐霄还能不能撑下去。 因素素忽然有些好奇了, 若是唐霄也迷途之返, 那白如霜的又去了一大助力。 而且日后在江湖上, 这白如霜迫害唐霄的名头算是坐实了, 唐霄不会放过他的。 默默, 我想见见唐霄, 你觉得可行吗? 因素素问道, 宿主, 唐霄在大理寺。 因素素点了点头, 私损片刻后, 说道, 唐霄因为四股搞成了现在, 这副人不忍鬼不鬼的模样。 我跟陆一说, 我想研究这种古毒, 不知道陆一会不会为我大开方便之门。 宿主可以先试试。 因素素点了点头, 万三千部分的剧情都能崩塌, 那么唐霄也有一定的可能脱离剧情。 他现在找不到白如霜, 那就想办法将白如霜的助力一个一个的瓦解, 尤其是五皇子。 但是五皇子太麻烦, 只能暂且割下, 容后再说。 马车徐徐停在秦府门口, 因素素刚下了马车, 就见到陆一正好从秦府走出来, 因缘新人还站在门口相送, 见到他之后也随之走了下来。 因小姐, 陆一笑着喊了声, 这是刚回来。 嗯, 去见了万三千, 他好像迷途知返了。 因素素笑答, 陆一微一点头, 道, 我眼见着他一天一天的自我怀疑, 看来最后终于是想通了。 第248章, 因小姐在笑什么? 因素素闻言, 不由得想到了万三千经常使银子去大理寺探望的事情了, 又想到这背后, 可能是陆大人这位千年的狐狸下的套, 不免觉得有些好笑。 想着想着, 便笑了出来。 陆一微一片头, 面上似有不解, 因小姐在笑什么? 因素素赶忙解释道, 不是, 是因为万三千迷途之凡我高兴, 跟白如霜搅合在一起, 不是好事。 所以, 不装是确认交给舅舅了。 因元欣问道, 因素素点头恩了一声, 哥哥和陆大人是有要事要聊。 因素素问道, 白如霜从我的大理寺越狱, 此事不管怎么说, 我都有责任, 所以, 除了下放追击令之外, 我也要一定要将此人捉拿归案。 陆一沉声道, 因素素一刹, 这不是武皇晋王的事情吗? 白家的案子, 既然已经交给了他, 那白如霜越狱的事情, 自然也该是他来管才对啊。 因素素奇怪地说道, 陆一点头道, 确实是晋王主事, 但是我也想将人捉回来, 我对帮他逃出来的那位十分好奇。 因素素抿了抿唇, 这是他也有参与, 但最终结育的是薛元彻, 所以, 陆一是对薛元彻感兴趣。 因元欣眸眸光冷冷, 沉声道, 赵之即来的百来人实力强者, 消失后无影无踪的神秘人, 连带着白如霜和冷月, 至今都查不到丝毫线索, 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大哥再查白如霜的宗见, 因素素忙问道, 帮我查的, 但可惜一无所获, 整个京城脚脚落了我感觉都翻遍了。 陆一眉头紧皱地说道, 因素素一抿唇, 原来不止他一人在查, 但是这么多人都在查, 这白如霜却是一点痕迹都没漏, 他到底躲哪儿去了? 因元欣微抬下河, 目光悠悠望向远方, 轻声说道, 没有离开, 也是各处都设有关卡, 真要走了, 各关卡的人能不知道吗? 因素素笑道, 陆一呼的眸光一宁, 望着因素素笑着一拱手道, 多谢因小姐提醒, 说吧, 便跟因家兄妹道别, 一个利落翻身上马, 驱马走了。 哥哥, 我说什么了吗? 因素素还未反应过来, 只走到他哥哥身边, 一脸不懂的样子。 因元欣笑着道, 先回去再说。 二人走向石阶, 进了秦家的大门后, 因元欣才放缓了, 的步伐说道, 若是白如霜出了京城, 那么守城的人, 肯定见过行迹可疑的人, 若是没上报, 那便是与逃犯一伙的, 要降罪的。 因素素点头, 这他知道。 若是白如霜没出京城, 那守城的人, 自然是看不到行迹可疑之人, 守城的士兵自然无碍。 因元欣接着道, 因素素接着点头, 这不是正常的吗? 但是目前在京城里搜索不到白如霜, 也就意味着, 他很有可能出了京城, 但万一守城的人说不知道, 你觉得会是怎样的结果? 因元欣笑着停下脚步, 转头问道, 因素素脚步一顿, 不禁脱口而出道, 守城的是五皇子的人, 不管他们是见到还是没见到, 陆大人想的, 就是将这守城的人给换了。 是。 因元欣笑着拍了拍因素素的头道, 我妹妹还是很聪明的, 这鼠步属于是故意找麻烦? 因素素笑问, 算, 因元欣笑得开怀, 谁能想到, 这么快就有人甘愿送人头了呢? 因素素想到了, 那日运尸体出去, 守城的士兵故意找茬的事情了, 看来这次也算是报了仇了, 陆大人跟五皇子也有仇。 因素素笑问, 算是有仇吧? 因元欣嘴角含笑说道, 因素素正想着什么仇的时候, 忽然脑海里默默提醒了一句道, 宿主, 你忘记跟陆大人说, 要去大理寺探监的事情了? 因素素恍然反应过来, 猛的一拍额头道, 我怎么忘得干干净净了, 我这个猪脑子, 怎么了? 因元欣问道, 因素素可怜巴巴的望着他哥哥道, 哥哥, 你跟陆大人关系好, 也常见面是不是? 怎么? 你有事求他? 因元欣暴毙业余的问道, 你还能有求人的时候? 因素素尴尬一笑, 拉着他哥哥的胳膊道, 我是想探监。 因元欣放下手臂, 眉头微皱的问道, 去见唐霄。 是, 因素素说道, 从那日劫狱之后, 我便再也没见过唐霄, 但也听陆玉说过他的惨状。 因元欣说着, 忽然停了一下, 望着因素素问道, 你是想效仿万三千, 让唐霄回头试案? 嗯, 哥哥你觉得可行吗? 因素素问道, 唐霄有必要让你这么费什么? 因元欣不解的问道, 因素素想了想之后, 说道, 他也从未实质性的伤害过别人, 而且自己还被白如霜匡骗, 弄得自己人不忍鬼不鬼的, 实在是有些可怜。 因元欣笑了, 真话, 其实我是担心等白如霜再次卷土重来的时候, 唐霄以及唐霄背后的唐家都会为他所用, 所以我打算离间这二人, 让唐霄再也不能为白如霜所用。 因素素无奈摊手说道, 因元欣似是想了想, 而后道, 明日我问问路易, 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去。 因素素笑着挽着因元欣的胳膊道, 哥哥最好了, 另外, 我也好奇一件事, 我想自己去确认下。 因元欣眸光悠远地说道, 因素素不禁想起, 他哥哥与白如霜初次见面的时候, 他哥哥说, 很奇怪, 他为何会对这样的女子有别样的感觉? 虽然最后这感觉已经消散不见, 但是以他哥哥的性子, 非要弄清楚也不奇怪。 哥哥, 那我先回去练功了, 你明日记得跟陆大人说啊。 因素素说道, 去吧, 练功不可荒废, 因元欣交代道, 因素素点了点头, 快速跟他哥哥挥了挥手, 便独自穿过长廊, 往自己的青竹院去了。 素主, 你有把握说服唐骁吗? 因素素干脆摇头道, 没把握。 那素主, 你要如何做? 因素素一笑道, 自然是百事实讲道理, 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的话, 那唐家应该也会放弃他的吧? 毕竟跟整个唐家比, 他还没那么重的分量。 第二百四十九章, 去探监, 一日, 因元欣回来秦府的时候, 便告诉了因素素可以去探监, 但是要等到三天后夜里, 那时候, 路易亲自带他们过去。 因素素无所谓, 能去就行, 毕竟唐骁目前属于重犯, 能见到还不用花钱, 已经很不错了。 因元欣带回来这个消息后, 便匆匆去忙去了。 因元欣前脚刚走, 小牙拿着信后脚就进了轻竹院, 小姐, 是国公府三小姐的信, 小牙将信递了过去, 擦了擦额间的薄汗, 嫣然。 因素素一刹, 接过信来望着小牙说道, 去喝些水, 凉快凉快。 谢谢小姐, 我去了。 小牙欢快地说了声, 便转身小跑走了。 因素素笑笑将信封拆开, 里面只有一页信纸。 信上的内容大约是他已经确定要与萧月华共手一声, 所以澄清的日期也已经定下了, 因为他爹娘十分着急, 所以准备在皇子们都大婚之后的下个月, 便直接从京城出嫁去叶州。 因素素看完后, 不禁瞪大了眼睛, 暗暗嘀咕道, 这么快。 素主, 这是道别信? 不是。 因素素笑了, 他是怕我们这几个归中密友担心他, 所以将事情说个清楚明白, 说他是自愿的, 且是欢喜地嫁过去的。 说吧, 因素素微微一笑, 将信者好放起来了。 这一事, 嫁然既然走了与前世不同的方向, 那便祝他安好吧。 素主不亲自去恭喜恭喜吗? 因素素无奈一摊手道, 人家竟然给我递了信说明了情况, 意思自然就是, 让我不要打搅他们培养感情。 我这个时候去, 我就是个灯笼。 因素素说吧, 不禁笑出了声, 他还是不要打扰那两位了, 只是嫁然成婚之前, 肯定还是要几个姐妹聚一聚的, 也算是好好的到一个别。 今日左右无视, 因素素便盘膝开始修炼内功心法, 毕竟武功不可费, 谁知道会不会又来一次追杀。 三日后, 晌午时分, 默默忽然传音, 素主, 万三千走了。 因素素粘起点心的手一顿, 再继续若无其事地塞入了嘴巴里, 轻嚼了几口, 传音问道, 何时走的? 就刚刚, 身边只跟着两个小厮, 家当也仅仅只有一马车, 看来是真的不打算回来了。 而且, 东西也都舍弃了大半。 因素素传音罢, 端起一杯茶, 轻提起茶盖, 扶了扶茶叶, 抿了一口茶。 陈渊源师姐说, 是昨夜见到万三千从大理寺出来的, 出来的时候, 还与陆大人说了一会儿的话。 因素素差点笑出了声, 看来这陆毅手断了得, 想来已经拿到了药方子了。 不过, 唐家因此估计也看到了希望,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用其他方法, 想办法将唐销从大理寺里救出来。 点心这么好吃, 吃得这么开心。 因元心好笑地问道, 因素素演示式地蒙点头道, 真的,特别好吃。 因元心轻笑一声道, 我担心娘多问, 所以咱们夜里悄悄地溜出去。 因素素小眯了眼, 赶忙点头道, 好, 你见到唐销要问什么? 因元心喝了一口茶问道, 因素素被问得一愣, 思索片刻后, 道, 到时候看看吧。 因元心微一点头, 不再多问。 深夜, 因元心和因素素二人准时翻墙, 出了情府。 阿满, 走吧。 因元心低声说吧, 飞绿而起。 因素素一点头, 立刻跟了上去。 不削一会儿的功夫, 二人便到了大理寺门前。 门前的守卫, 见到两名身穿黑衣之人, 顿时心中一惊, 面色都变了, 右脚往前一踏马, 刷的一声拔出了宝刀。 我请来的客人, 路易及时出现, 说了一句后, 匆匆下了石阶望着两人道, 白日里形容得重了些, 但是这人现在不能死, 你们得帮我把他救回来。 路易没闭着人, 说话声音也清晰, 看守的人立刻反应了过来, 赶紧收回了宝刀, 当做什么都没看到的样子。 路易嘴角微钩, 带着二人十分从容地上了台阶, 推开了大理寺的门, 邀请二人走了进去。 大理寺经历了上一次的事情之后, 如今夜里巡逻的人直接翻了背, 每一个时辰一换斑, 力求将大理寺围成铁桶一般, 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路易走在前头, 因元心和因素素二人稍微低着头, 披风上高高的帽颜, 将二人的脸遮了一多半, 让人看不清晰。 路大人, 嗯, 这一天都寻过了。 路易淡淡开口问道, 是, 大人, 嗯, 去忙吧。 路易淡笑着, 带着因元心音素素二人继续往前走去, 巡逻的人让开一条小道, 等人走了之后, 继续目录警惕地看着四周。 防卫这么严啊。 因素素不禁小声嘀咕道, 是啊, 上次都发生了失火和越狱事件了, 这怎么着也得重视起来啊? 路易说笑着, 眸光微冷道, 要是我在大理寺, 那白如霜莫说越狱了, 他就是踏出牢房一步, 我都能将他废了。 因素素舔了舔干燥的唇瓣, 好在路易不知道这伙食因他而起, 也不知道白如霜的越狱亦有他的参与, 不然他哪还敢走到他面前来。 到了, 路易话音刚落, 就听见有脚步声从他们的身边走过, 当做什么都没看到似的去了外面, 还贴心地将门给关上了。 因素素取下兜帽, 望着这略显空旷的地方, 问道, 唐霄被关在这儿? 这里应该属于牢狱里的单间待遇了吧, 而且屋子大, 空气也不难闻, 使了银子的果真待遇有所提升, 更何况还进现了要方子。 是, 就在前面, 精神也好了许多。 路易说着, 望了因素素一眼, 又看向了因元星问道, 你们是一个一个去, 还是一起去? 因元星看向因素素, 用眼神询问他的意见。 因素素想了想后, 望着他哥哥和陆一道, 哥哥, 陆大人, 我想先独自过去, 我估计他也应该有话要跟我说吧。 陆一威一点头道, 那英小姐你去吧, 他武功尽失, 已然不会对人有任何威胁了。 因素素不禁瞪大了眼, 继而威一抿唇, 点了点头, 往里走去了。 第二百五十章, 探监唐霄, 唐霄在最里面的那间牢房里, 牢房不大, 但是清理得很是干净, 床上甚至扑的是被褥, 而不是稻草。 就算只能穿球衣, 那球衣都比其他球犯的干净。 因素素看了许久, 唐霄也终于转过了头来, 望向因素素。 我知道你要来, 陆大人跟我说过, 我同意他。 唐霄说着, 从床踏上下来了。 没有因素素预料的铁链声, 双手双脚结尾被绑起来, 整个人十分轻松闲适, 仿佛此处不是牢房, 而是他宅子里的房间。 因素素上前几步, 走到了牢房外, 与唐霄不过一排铁栅栏之格。 你倒是胆子大, 离我这么近。 我估计陆大人与你说了武功尽失, 但可没说过, 我不能使毒了。 唐霄嘴角一勾, 泛起一抹冷笑。 因素素暴毙, 就这么打量着他, 问道, 你毒还能藏哪? 齿缝里吗? 唐霄看向自身, 苦笑了声说道, 是啊, 就这一身的球衣, 我能藏什么? 因素素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唐霄后, 说道, 比我当初见你的时候, 但是比我最后一次得知你消息的时候, 看着倒是正常了些。 唐霄抬眸望他, 而后视线转到一旁, 肩膀忽然就垮了下来,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落寞凄惨。 想来万三千来看你的时候, 也跟你说过吧。 因素素继续开口道, 唐霄深吸了一口气, 扭过头来, 轻吵了一声。 你这么聪明, 应该也猜到了我, 今日过来探监, 是为了什么吧? 因素素说道, 唐霄苦笑一声, 带着些嘲讽的模样, 望着因素素道, 劝我回头试案。 我可不想浪费时间。 因素素翻了个白眼, 只说道, 白如霜几次三番对我出手, 莫名其妙, 我想问问原因罢了。 原因? 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梦。 唐霄干脆直说道, 他说他的梦里, 你不该是如此的, 他要让一切回归正轨。 因素素沉默了片刻, 先前只是猜想, 白如霜的梦境越来越完整了, 现在算是确认了。 但是剧情已经被他做得崩塌, 他纵使再有手段, 也难以翻身了。 你恨他吗? 因素素忽然问道, 恨他让你养蛊虫, 将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害得你爹娘这么大年纪了, 还为你担心。 唐霄听到前半句时嗤之以鼻, 听到后面半句的时候, 忽然沉默了, 整个人也显得悲伤了起来。 我听说了, 这蛊虫是要用血肉养的。 因素素道, 是, 每日小半碗血, 米粒大小的肉, 每天夜里去喂。 唐霄说着, 忽然像是打开了话匣子, 接着道, 所以我每日都要吃许多补血的东西, 还要吃许多肉, 这样才能养得活着蛊虫。 不过, 蛊虫虽然是咬, 但是也会反哺毒素, 所以我也在恢复, 但是这个过程有些慢。 但只要我慢慢来, 总有一天, 蛊虫会被我养大, 我身上的伤也会慢慢好起来。 因素素沉默了, 光想象就觉得, 这不是正常人会做的事。 一开始, 他为了让我养蛊虫, 对我予取予求, 而并撕磨, 他最爱环抱着我的腰说情话, 他说, 让我保护他, 我肯定要保护他, 我爱他, 我愿意为之付出一切。 唐霄说着说着, 声音渐渐大了起来, 而后忽然怒吼了一声, 手猛地抓住围栏, 咬牙切齿地说道, 可为什么, 为什么他还嫌弃我? 为什么他后来总是找借口远离我? 他还有意无意地提醒我, 为什么, 为什么? 因素素嫌弃的捂住耳朵, 望了一眼从涌到冲过来的几人挥了挥手, 而后望着唐霄道, 很正常啊, 你身上坑坑洼洼, 这少一处, 那里少一处, 哪个女子不害怕? 唐霄赤红着眼, 就这么望着因素素, 因素素接着道, 先前委身于你, 不过是想要你养蛊虫为他所用罢了, 既然你已经开始养了, 那便无需再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了, 不是吗? 呵, 是吗? 唐霄自嘲地笑了声, 你不会以为, 你们之间会有所谓的爱情吧? 因素素觉得太可笑了, 暴毙问道, 无论是先前的肖世子, 还是后来的五皇子, 现在的晋王殿下, 你觉得你一个江湖中人, 有什么资格跟这些人比? 唐霄死死咬着牙, 眼圈赤红, 想反驳却无从下手, 唐霄, 说白了, 你只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吧, 毕竟你已然付出了, 要是一刀两断, 你舍不得, 你既然舍不得, 那你就继续被利用吧, 因素素说着, 为了挥帕子, 似是嫌弃这地方晦气, 也似乎是嫌弃唐霄, 他话都说到这里了, 唐霄如果还是执迷不悟, 那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祝他们幸福, 万三千也找我聊了许多, 唐霄的声音已然平静了不少, 但细听还能发现有些微微的颤抖, 他说或许从相遇的那一刻起, 一切都是错的, 因素素深吸一口气, 觉得差不多了, 便开口道, 我来找你, 就是为了问清楚, 他为何对我出手的原因, 现如今算是知道了真相, 什么梦境之类的, 说着, 因素素翻了个白眼, 有些莫名其妙, 既然是什么梦境, 那他有没有听过一句俗语, 叫做, 梦境都是相反的, 唐霄一正, 因素素直接转身便走, 没有丝毫停留, 到了通道口, 因素素望着他哥哥, 将谈话内容大致说了一遍, 因缘欣微一点头, 沉默着往里走了过去, 因素素望着陆毅道, 陆大人有想过放了他吗? 陆毅肯定的摇头道, 没想过, 因素素一笑, 又问道, 什么条件都不放他吗? 陆毅微笑着摇头道, 那也不是, 只要他提供的东西, 能让上面那位洞星, 放也是有可能放的, 只是让他这辈子都不能练武了, 因素素闻言, 不禁看向通道的深处, 不能练武, 在江湖上, 在唐家, 永远都没有他的位置了, 不过也好, 能保住性命, 远离纷争, 唐家应该也会护他周全, 让他顺遂安稳的过完这辈子, 第251章, 绣品完工, 因缘星剧的时间很短, 很快便回来了, 表情无悲无喜, 看不出来是说了些什么, 陆毅望着因缘星, 问道, 如何? 因缘星微一点头, 可以了, 把消息传出去吧, 陆毅低头笑了声, 不禁道, 早知找你这么方便, 我也不耽误这些时间了, 因素素左看看又看看, 就是不知道, 这两人打的什么哑泥, 因缘星开口道, 先送我们出去吧, 夜深了, 陆毅点头道, 是的, 时辰也差不多了, 走吧, 说吧, 便双手背在身后, 在前面引路, 因缘星和因素素, 再次带好东帽跟着陆毅, 缓步往外走去, 这个时候再出去, 巡逻的人已经换过一茬了, 但是陆毅带路, 倒也没有多问, 直接让到了旁边去, 出了大理寺后, 陆毅也不方便多说话, 只一拱手跟二人道别, 便回了大理寺, 因缘星带着因素素, 快步走过两条街道后, 才飞身跃起, 往秦府赶去, 翻过秦府的墙, 二人小心地落在地上, 因素素才掀开东帽, 拉着他哥哥问道, 哥哥, 你都问了些什么? 因缘星微微一笑, 不打算说, 因素素敏唇, 便也就不问这件事了, 但又问了个别的问题, 你与陆大人之间, 什么交易? 说服唐宵, 要想出狱, 就拿东西来换, 因缘星说道, 因素素瞪大了眼睛, 问道, 哥哥说服唐宵了? 因缘星道, 因素素直接鼓掌道, 哥哥威武, 看来陆大人说的, 上面那位满意的东西, 真的要拿到手了, 只要拿到手, 唐宵可以被放, 但是这辈子是不能练武了, 走吧, 先送你回去, 因缘星好笑地拍了拍因素素的头, 将他送到青竹院外, 便回了自己的院子, 因素素回到房间后, 将外袍吞下后, 爬到了床上去, 但是翻来覆去的, 还是睡不着, 便给默默传音道, 默默, 你说哥哥会问什么? 问初次见面的心动原因, 还是问什么梦境? 素素, 大哥很聪明, 你要是胡乱猜, 只要露出一点马脚都会被抓住, 因素素闭嘴了, 眼睛也闭了, 他还是不要好奇吧, 一日清晨, 因素素早早收拾了一番, 有小牙陪着去了秦家秀房, 今日是上交秀品的日子, 比规定的时间还要早个一两天, 也多亏了秀娘们的辛苦付出, 这笔订单才算是彻底完成了, 因素素故意要去的早些, 一来是先过一遍检查一下, 以免有人这个时候还要捣乱, 二来也是防备着搬运东西的人里面, 掺杂了有心人, 秦家秀房位于闹市口, 接圣旨的时候热闹, 宫里头来人搬运东西的时候更热闹, 里三圈外三圈的, 围着不少过来看热闹的百姓, 人头攒动, 个个伸长着脖子往开了条缝的大门里望, 因素素到的时候, 看到的便是这一场盛景, 当下嘴角挂着笑, 从容递下了马车后, 走了进去, 经此一事, 以后秦氏秀房的名声不禁打出去了, 在秦氏秀房里面做工的秀娘, 也再也不会因为出身而被人诟病了, 毕竟人家皇家都没在意, 普通老百姓还好意思嚼舌根吗? 小牙推开门, 扶着因素素走了进去, 因素素到的时候, 秀娘都在, 见因素素来了, 都纷纷起身见领, 因素素也立刻还领, 赶紧道, 大家先休息吧, 我去找我娘和舅母, 说吧, 赶紧拉着小牙往后院去了, 娘, 因素素喊了声, 秦氏双正跟管事的说这话, 见因素素来了, 招了招手让他过去, 道, 来得这么早, 想先一步看看秀品, 因素素说道, 那边库房呢? 秦氏双说着, 将药室递了过去, 正好你将库房门打开, 让人将东西先往外搬, 好嘞, 因素素开心的结果, 拿着钥匙就去开库房门了, 库房打开后, 引入眼帘的便是一个个的张目大箱子, 箱子上的锁还没落, 看来也是准备检查最后一遍, 因素素想着便先去打开了一个箱子, 仔细检查之后又去看了下一个, 等所有的箱子检查完了之后, 搬运的人也来了, 秦司双和秦王氏又细洗一个箱子, 一个箱子的查验, 查过了之后就立刻落了锁, 让人搬出去, 因素素想了想后, 说道, 等等, 阿满, 怎么了? 秦王氏问道, 这上了锁, 还得贴个封条, 封条贴长条的不好, 不如画一些富贵吉祥的图案贴上去, 因素素说道, 你要画? 秦司双问道, 因素素点了点头, 得做双重保险, 就怕有人不管不顾硬要破坏, 那他们真是无处说去, 那行吧, 你去账房画, 画好了, 我让人贴上去, 秦司双说道, 因素素打发小牙, 去帮他买些彩末, 自己则是独自去了库房, 铺好纸张后, 开始研磨, 等小牙买回来彩末后, 开始上手画富贵花开图, 图不需要多大和多精致, 只要看着喜庆, 就可以贴在箱子上, 因素素很快便画好了一幅, 画好了之后, 便让小牙拿出去, 注意要贴在封口处, 小牙立刻领命去了, 因素素接着继续画, 就这么一直画一直画, 直到肩膀酸疼的不行的时候, 因素素也不知道自己画了多少的时候, 小牙终于过来说, 画够了, 因素素立刻丢下了笔, 揉了揉自己酸疼的肩膀道, 走吧, 我们去娘那儿, 小牙扶着因素素出了帐房, 往前面走去, 不消一会儿, 搬运绣品的人便过来了, 领头的是位公公, 表情有些巨傲, 手拿着浮沉各处乱挥, 带着丝丝嫌弃, 面对着众人的行李, 也当做没看见似的, 只指挥着人道, 快点搬, 要是误了时间, 小心你们的脑袋, 因素素心觉不对, 当下直接大步走了过渠道, 这位公公瞧着倒是眼神, 那公公一正, 浮沉一挥道, 长乐县主, 咱家是来搬运东西的主事公公, 您是有事, 有事也稍后说, 咱家这东西耽误不得时间, 否则那可是掉脑袋的事, 那公公阴阳怪气的说吧, 继续指挥着人家快速度, 就在这时, 一人搬运不力, 那贴上的风话忽然被撕裂开, 那公公见了直接一把扯掉, 扎令道, 这些画都给我撕了, 看着暗眼又不吉利, 真是暗示, 说吧, 将画往地上一扔, 就要去撕下一个, 第252章, 对质, 因素素面带运怒, 直接道, 你敢撕试试, 那公公手一顿, 继而还是往画上撕去, 因素素直接一怒, 也顾不得情思双喊他, 直接捏住那公公的手, 将人提了起来, 啊, 长乐县主要杀人了, 咱家只是奉命来取秀品, 长乐县主叫杀人了, 那公公嚎叫着, 呲牙咧嘴的, 声音又吸又尖, 因素素若说先前还是奇怪的话, 那现如今, 他就已经是怀疑了, 说, 谁派你来破坏秀品的, 因素素冷逆着他问道, 那公公立刻大呼员网道, 长乐县主啊, 你能不能不要为难咱家, 咱家就是奉命过来取秀品, 你也不用喊打喊杀的吧, 秦思双快步走了过来, 望着那被捏住手腕的公公, 又看向了自己女儿, 那公公赶紧指着秦思双, 喊道, 秦夫人, 您, 您让你女儿松手, 咱家这功夫可耽误不得呀, 秦思双深吸一口气, 眸光微冷的望着那公公问道, 张公公, 我记得这次来取秀品, 应该不是您来取吧, 咱家不是说了吗, 刘大人没空, 所以是咱家来, 张公公拼命的甩着手, 但是也不知道那两根细细的手指, 怎么一捏住他, 他就是甩不开, 因素素一个用力, 张公公立刻鬼喊鬼叫了起来, 拼命的挣扎着, 但就是挣扎不开, 因素素望着其他搬运的人直接道, 都给我坐站在一边, 你们敢动秀品试试, 这时, 秦氏秀坊里面的秀娘, 也纷纷反应了过来, 当下拼命向前, 要护住自己的秀品, 一片惊慌, 搬运的人眼见着张公公被拿住, 他们也不敢动手, 只束手站在一旁,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常乐县主, 我们真的是奉明过来搬运秀品的, 皇家的秀品, 我们哪敢做什么, 领头的艺人, 赶紧陪笑着说道, 因素素还是不信, 尤其是这公公, 他分明感觉他就是故意的, 如此既然说不清楚, 那便进宫去面见皇后娘娘吧, 因素素说罢, 提着那公公就走, 阿满, 秦思双慌忙喊了一声, 娘, 这是观皇家的秀品, 皇后娘娘肯定是愿意见我们, 将事情说清楚比较好, 而且, 任何敢毁坏皇家东西的人, 就该斩首, 因素素说罢, 故意恶狠狠的瞪着张公公, 张公公面色一白, 赶紧道, 常乐县主不依不饶的, 咱们就去娘娘那说清楚, 咱家只是搬东西, 哪里知道惹了常乐县主不高兴了, 因素素冷笑一声, 他已经有八分确认了, 就是不知道这人背后是谁在捣鬼, 皇宫里, 皇后娘娘正由宫女揉着肩, 微微侧卧在软榻之上, 骤然听到有人禀告秀品的事, 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你是说, 常乐县主吵着要见我, 还说搬运的公公被欺负得很惨, 皇后微醋着没问道, 是的娘娘, 张公公叫声凄惨, 说是不知怎么得罪了常乐县主, 要说这样的屈辱, 那宫女小心翼翼的说道, 皇后似笑非笑的看了她一眼后, 往后招了招手, 身后的大宫女紫桃立刻走上前去, 拉着那小宫女起身道, 你是何时来皇后宫里的, 那小宫女一正, 还未反应过来, 被紫桃一把捂住了口鼻, 片刻后, 紫桃一松手, 换人进来将小宫女抬了出去后, 将帕子收回到了袖笼里, 说道, 娘娘, 有人的手伸得太长了, 哼, 本宫还没死呢, 本宫的孩子还是嫡子, 这一个个庶出的狗东西, 还敢算计到我头上来了, 紫桃, 让常乐县主等人进来回话, 皇后说吧, 从软塌上坐起身来, 是, 娘娘, 紫桃恭敬的应了声, 后退不去了外面, 身后的宫女帮皇后整理好了之后, 扶着她缓步走向殿前的凤椅上坐了下来, 殷素素被带进来的时候, 抬眼小心地看了一眼皇后身边的大宫女, 紫桃微微一笑, 说道, 距离上次常乐县主来, 已经过了些时日了, 后来娘娘知道, 绣品交给了秦家绣坊, 还问过一句呢, 殷素素心中大定, 微笑道, 劳烦娘娘挂心了, 进入殿内, 殷素素立刻失礼道, 拜见皇后娘娘, 娘娘万福惊安, 张公公也赶紧跪了下来, 道, 参见皇后娘娘, 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平身吧, 皇后淡笑着说着, 望着下面的二人接着道, 你们是有事要找我评理, 回皇后娘娘, 张公公急不可耐, 就要赶紧回话, 殷素素眼见着她张口, 立刻开口道, 娘娘救命啊, 一句哀嚎, 彻底堵住了张公公的话, 张公公还未反应过来, 殷素素便眼圈通红地赶紧道, 娘娘, 张公公带着人来抢秀品, 张公公一愣, 竟然面色惨白地说道, 你胡说八道, 咱家是搬运秀品回宫的, 娘娘, 我还特地在秀品的封条, 上上画了多子石榴, 乃是美好寓意, 但是这公公说多子, 是诅咒, 不吉利, 还要将所有的多子石榴都给扯下, 这是在藐视皇上那日金口预言说的话, 此乃大逆不道, 按罪当斩, 殷素素说的斩钉截铁, 眸光冷冷地瞪着张公公, 娘娘, 我万分确定, 这张公公肯定是被人收买了, 所以才会故意祸害皇家所需的秀品, 胡说, 咱家没有, 张公公心中愤怒, 咬牙瞪着殷素素杆紧服的贵手道, 娘娘, 长乐县主颠倒黑白, 含血喷人, 还请娘娘明察, 殷素素眸光微冷, 嘴角勾起, 露出一抹嘲讽的笑意道, 公公亲口说的, 让我们秀家不要不识抬举, 这秀品搬到哪, 要做什么, 与秀家秀方无关, 就是水尽了, 火烧了, 也都是秀家的罪, 张公公, 可有此事, 皇后眸光淡淡地瞥了过去, 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 回娘娘, 没有的事, 长乐县主在编故事, 他要陷害老奴啊, 娘娘, 救命啊, 娘娘, 张公公立刻哀嚎着喊道, 既然张公公已经确认, 那此时便由我来处理吧, 看在张公公这么多年任劳任怨的份上, 就赐一百个板子吧, 下去吧, 皇后说吧, 便抬起手, 由宫女扶着缓步走下石阶, 也没跟殷素素多说, 直接去了内室, 张公公面如死灰, 若是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是怎么回事的话, 那他也白在宫里干这么多年了, 张公公, 五皇子的钱可不好收啊, 殷素素说吧, 冷冷一转身, 由宫女引着出了奉垫, 第253章, 前后两期宿主是如何确定是五皇子的, 看皇后的态度看出来的, 殷素素跟着前面的小宫女往宫外走去, 不乏不及不缓, 十分从容, 皇后的态度, 我说的那些话, 基本都是胡说八道, 皇后真要细茶, 直接就能查出来事实真相, 但是他却相信我, 殷素素传音道, 所以, 后面张公公无论说什么, 都只是狡辩, 皇后只需要下令给个教训就可以了, 不是教训, 是要他命, 也是在传达一条信息, 皇后一天没换人做, 这未来的天子之位, 便只能是六皇子, 殷素素说道, 皇后这是准备撕破脸了, 确实, 毕竟五皇子气候已成, 六皇子还是个小孩子, 太子至今未礼, 皇后自然要为自己的孩子着想, 殷素素说道, 出了宫, 殷素素上了马车后, 紧随其后的是原先的刘大人, 这次他要亲自过去搬运绣品, 碰到殷素素的时候, 还掀开马车帘子, 但笑着打了个招呼, 殷素素微一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道, 刘大人, 张公公被打了板子了呢, 是他活该, 刘大人微笑着说罢, 便放下了帘子, 殷素素也随之放下帘子, 面色立刻沉了下来, 果然, 这刘大人也是五皇子的人, 只是这回他应该是不敢动手脚了, 这绣品只要入了他的手,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到时候一推四五六, 刘大人脱不了干系, 默默, 传音问问师姐, 五皇子是不是还没放弃, 从三皇子和四皇子那儿弄来的东西, 他还是加紧制作了, 殷素素问道, 是, 宿主, 宿主, 陈渊源师姐回复, 不清楚是不是继续制作了, 但若是五皇子还在打绣品的主意, 那估计是有准备, 殷素素敏了敏唇, 再次开口道, 跟师姐传音, 就说, 咱们今晚放火去, 是, 宿主, 宿主, 陈渊源师姐回复说, 那他准备准备, 找个替罪羊, 殷素素一笑, 这替罪羊应该不是旁人, 就是三皇子和四皇子吧, 这笔仇, 怎么着, 他们也该抱一抱吧, 回去秦氏秀方的时候, 先前被扯下来的多子石榴, 已经换了张星图贴了上去, 秦思双和秦王氏也长了个心眼, 仔细核对了每一个箱子, 也说了每一件都细心检查过了, 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刘大人也十分和气的, 随便打开了几个箱子检查了一下, 然后重新贴上了风画, 将其一个一个的搬了出去, 等全部搬完之后, 将剩下的尾款一次性付清了, 如此, 钱货两期, 这笔订单算是彻底的结束了, 秦思双命人今日先关了秀房, 让秀娘们都去回去休息, 工钱照拿, 三天后再重新开张, 另外, 将准备好的荷包一个一个的递了出去, 这是这段时间辛苦的赏钱, 秀娘们一个一个递到了县, 三五个人相伴着, 离开了秀房, 等人全部走后, 秦王氏立刻招来了马车, 几人坐上马车, 立刻回了秦府, 在路上, 秦思双便有些忍不住, 干脆抓住了殷素素的手, 急忙问道, 刚刚我都没敢细问, 但因为换了人, 我便知道无碍了, 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殷素素不知道要怎么说, 要说是因为跟五皇子有局语, 五皇子故意如此的话, 恐连累他娘亲, 为他和哥哥担心, 但若是不说, 一切又都解释不通, 思损片刻后, 殷素素眸光一亮, 继而微微垂眸道, 娘, 还能是因为什么? 我们秦家, 不过是他们争斗漩涡中的一枚棋子罢了, 能保得自身已经很好了, 秦思双不禁捂住了嘴, 张了张口, 压低声音道, 你是说真, 真位? 殷素素点了点头, 面色凝重的接着道, 我不清楚五皇子要利用这绣品做什么, 但肯定是被皇后娘娘知道了, 这才直接出手, 不给五皇子丝毫机会, 也是在放出一个信号, 那就是两方势力彻底站在了对立面上了, 秦思双不禁捂住胸口道, 好在, 好在这一次有惊无险, 但是, 我们会不会被五皇子给记恨上? 记恨就记恨吧, 这些皇家之人要恨人, 还得要有理由吗? 秦王是叹了口气说道, 这是, 主要还是皇后娘娘, 我们一个区区绣坊应该还好, 五皇子每日要处理那么多事, 哪里想得起一个小小绣坊? 殷素素宽慰道, 宿主, 你没良心, 殷素素咬牙传音道, 不然我不能怎么办? 说实话, 不是害得娘和舅母担心吗? 宿主, 你可以一劳永逸, 殷素素不禁挑眉传音道, 系统又有新任务了, 等安雅和二皇子大婚, 这部分剧情完全结束后, 系统便会升级, 到时候有没有任务, 默默也不清楚, 殷素素一笑, 也不打算多问了, 总之, 这五皇子想要皇位, 他绝对不答应, 回去了秦府之后, 殷素素先送他娘和舅母回去休息, 而后才有小牙扶着, 回了自己的院子里, 小姐, 小牙去拎一壶新茶过来, 小牙说道, 殷素素点了点头, 自己坐了下来, 不禁深奈地懒腰道, 每日去到宫里, 一堆的规矩, 累得我腰酸背痛, 膝盖也痛, 要不是这次必须要去, 他才不去宫里遭着罪呢, 宿主, 秀萍已然备好, 几位皇子大婚的时间, 也只剩下最后五天了, 殷素素掐指算了算时间, 看来五皇子的秀萍, 估计也准备了, 这要一把火烧了, 估计他得呕血, 宿主, 陈渊源师姐传音, 已经准备好了, 夜里即可行动, 好, 我知道了, 殷素素说道, 对了, 师姐有没有找到五皇子的秀萍, 五皇子明面上是有秀萍, 但是似乎没有制作这次需要的秀萍, 殷素素不禁皱眉, 低声道, 若是今晚找到的秀萍, 去我们秦家秀萍送上去的遗志, 那就意味着, 它有一处秘密之地, 但是能在哪儿呢, 圆柳巷吗? 圆柳巷类似平民区, 但是那边住的平民, 好像几乎没有, 毕竟五皇子在那儿, 谁敢过去住? 默默, 让师姐再去确认一下, 秀萍是在上次的那个库房, 还是在圆柳巷? 殷素素立刻道, 是, 宿主, 第254章, 黑衣蒙面人, 深夜, 殷素素端坐在屋内, 整个屋子没有一点光亮, 夜行衣也已经换好, 只等着那边传消息, 这边就立刻出门, 宿主, 陈圆圆师姐终于确定了, 库房那边是陷阱, 殷素素眯眼冷笑, 果然不出他所料, 五皇子怕是已经知道了些什么, 所以故意放幼儿准备捕猎了, 只可惜这寿家是备好了, 可他根本就不会上当, 那儿预备了多少人? 殷素素问道, 师姐说, 大约有百人, 殷素素倾扣桌面, 面色微宁, 这五皇子还真的舍得下血本, 若是库房是陷阱, 需要这么多人等着捕猎的话, 那圆柳巷这个据点的人, 只会多不会少, 他们若是贸然去闯, 怕是羊入虎穴, 但若是就这么算了, 不报此仇, 他又咽不下这口气, 诉主, 师姐说他先前埋下的暗线, 这个时候动了, 因为三皇子和四皇子, 似乎早些时候, 便知道了五皇子对秦家秀方出手的事情了, 殷素素眸光一亮, 道, 师姐果真靠谱, 三皇子和四皇子, 一旦知道五皇子要祸害秦家秀方的秀品, 那便意味着他自己的秀品准备好了, 要抓准时积顶上去, 而准备秀品的那些原材料, 是三皇子和四皇子的, 这二人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若是能让他们库房那儿动手, 最好闹得动静大些, 五皇子说不定会从原柳像调人过去, 可是怎么样才能让三皇子和四皇子同仇敌忾, 去五皇子库房那儿动手呢? 殷素素想了片刻后, 没稍微痒, 有了, 默默, 我倒是忘记了一件事, 殷素素呼得道, 诉主, 什么? 这三皇紫色咪咪的脑子根本不行, 所以不用想那么多, 直接递消息就行, 而且这样的人不进击, 最容易冲动作势, 但他背后的母家势力大, 供奉的高手也不会少, 找几个人还是易如反掌的, 殷素素说道, 诉主, 你这是人身攻击, 还有四皇子, 容易让人忽略的小透明意志, 但是三皇子四皇子, 既然布料都丢失了, 那三皇子要行事, 肯定会拉着四皇子一起, 美名其约, 二人站一条船, 有仇当然那要一起抱, 殷素素理所当然的说罢, 书弟一扣桌子, 一声脆响, 殷素素已然想好了策略, 默默, 你让世界找人直接射箭传输, 内容瞎编就行, 但是主要内容多公为三皇子几句, 殷素素说道, 是, 诉主, 另外, 我也得去一趟, 殷素素说着, 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拇指大小的瓷瓶, 这不是诉主上次制作失败的药丸吗? 对, 受血丸, 原来是在短时间内增加体力和内力的药物, 虽然使用会有后遗症, 但若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也比丢了命的好, 殷素素说吧, 莫名有些心虚的捏着这瓷瓶道, 这个确实是失败的, 诉主, 失败的药丸是什么作用? 就, 一股邪勇上头, 做事就不管不顾的, 全凭一枪热血, 殷素素说道, 诉主, 所以你有一天练剑, 练了四五个时辰, 结果累到差点脱臼, 是因为你自己服了药丸? 殷素素抿唇倾壳了声, 站起身来道, 这瘦血丸得赶紧用了才好, 那诉主, 我们赶紧走吧, 殷素素一点头, 从房间里出来后, 一路小心翼翼的, 然后翻出了秦府, 和陈渊源会合之后, 直接去了三皇子的府邸, 三皇子府还未换牌匾, 只等着大婚之后, 就会换上王府的牌匾, 陈渊源将自己写好的纸条递给殷素素看, 殷素素只瞥了一眼后, 就瞪大了眼睛, 而后朝着他师姐竖起了大拇指, 师姐, 您辛苦了, 陈渊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抽出一把匕首, 绑好了兴致, 一个飞身跃起, 开始找合适的角度, 殷素素则是利用天色, 悄悄前进府内, 刷, 一声风响, 一把短刃好巧不巧擦着殷素素脸颊划过, 惊得殷素素立刻扭头望去, 只见一个黑衣蒙面男子正冷冷地望着他, 殷素素几乎是立刻下了决断, 直接给默默传音道, 让师姐动手, 有人盯上我们了, 是狄飞游, 那黑衣男子打量了殷素素片刻, 立刻飞身跃下, 手持利刃就冲了过来, 殷素素冷冷一笑, 看准时机后一跃而起, 疯狂往内院跑去, 黑衣男子紧追不舍, 但就在这时, 陈渊源忽然出现, 弓箭拉成满园, 直接射了出去, 一道利风擦身而过, 黑衣男子一个扭身躲过长剑, 依旧紧追不舍殷素素, 殷素素是看出来了, 这人原本的目标不是他, 只是他出现了, 这男人就一定要杀了他, 那么敌人也不难猜出来了, 就那几个人, 罗旺阁给了你多少银子, 让你帮他卖命, 我出双倍, 殷素素朗声说道, 那人身形一顿, 继而立刻加速逼近, 就要结果了殷素素的性命, 殷素素打了个响指, 黑衣男子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呼得有人敲锣打鼓的喊道, 来人啊, 有贼, 有刺客, 有刺客, 你也是贼, 你敢这么声张, 黑衣男子咬牙喝道, 殷素素微微一笑, 心中却满是猜测, 今晚三皇子府供奉的高手不在场, 所以他赶来, 但是他来是为了给五皇子使绊子, 这黑衣蒙面人来, 是为了什么? 杀皇子不成,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叫做反派死于话多? 殷素素笑道, 底下的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皇子府侍卫开始聚集, 再多过一会儿, 怕是插翅也难逃, 那黑衣人暗脆一口, 迅速转身离开, 临走还不忘威胁地说道, 此次我记下了, 来日再碰到, 我取你的命, 殷素素暴毙, 嘖嘖两声, 望着那黑衣蒙面人背后, 泛着荧光的粉末, 低声道, 怎么就走得那么急, 再多聊一会儿, 这月光再多照一会儿, 这背后该多亮啊? 殷素素吐槽完, 立刻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 而此时, 陈渊源也掩盖住了身形, 而此时, 府内的侍卫终于集结完毕, 一抬头, 便看到了一个泛着荧光的人, 正飞速往府外掠去, 马上就要逃走, 给我追, 杀了他, 三皇子重重有赏, 是, 三皇子府一片混乱, 谁也没想到, 竟然有刺客胆大包天的要来杀人, 杀的还是当朝的皇子, 一时间, 整个府底的灯笼全部挂了起来, 所有的私兵包括护院的, 纷纷都拿起了武器, 小心地保护好三皇子府的内院, 侧飞英明珠披着一件真丝长袍, 一头乌发斜斜挽起, 斜插着一根粉嫩的鸾缝咸珠, 垂下来的流苏, 随着急匆匆的步伐轻微地晃动着, 殿下, 英明珠眼圈通红, 见三皇子一脸怒容, 急急上前, 小心地将他仔细打量了便道, 殿下, 吓死沉珠了, 三皇子缓和了些脸色, 拍了拍英明珠的背, 忽悠撇见他赤着脚, 当下一岔道, 怎么鞋都没穿, 猪担心, 一路飞奔来, 哪里还在乎穿不穿鞋, 英明珠说的情真意切, 令人动容, 殿下无事便好, 三皇子满心感动, 不禁将人半懒在怀里道, 本王无事, 无须这般紧张, 一旁的董飞冷笑了声道, 这鞋子来不及穿有视体统便不说了, 但是这脸上的胭脂, 倒是抹得均匀, 真跟他那个小妾娘一模一样, 惯会装模作样的争宠, 英明珠微意咬唇, 似是有些委屈地说道, 猪生来便是这样的面色, 没有涂抹胭脂, 董飞姐姐, 我要不是担心殿下, 也不会如此无事礼数, 三皇子望着董飞一拟没道, 好了, 这个时候是争风吃醋的时候吗, 这贼人抓到了吗? 董飞一阵气急, 猛的一甩衣袖, 直接甩脸子走了, 英明珠急急道, 猪去给董飞姐姐解释解释吧, 猪真不是有意无事礼数的, 无妨不用管他, 三皇子将英明珠打横抱起, 直接道, 今夜里去你那儿先喝口酒, 等他们抓到人再说, 英明珠俏脸微红, 羞涩地躲在了三皇子的怀中, 不远处, 英素素打了个抖, 震惊地看着英明珠的适应力, 心中不禁有些佩服, 看来只要找对了人, 会使手段, 还是能过得不错的, 比前世之围着萧景云一个人跑过得好多了, 素主, 他们要喝酒, 英素素眼睛一亮, 眼见着一个小丫鬟, 要提前一步去准备, 立刻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 守在了一处斜脚阴暗处, 不一会儿, 闻好酒的小丫鬟便端着酒壶来了, 英素素右手距离, 猛地一掌挥出, 忽然夜间起了一股大风, 树叶子萨萨作响, 小丫鬟不禁抬手挡住了眼睛, 英素素趁着这个时候, 一把将两颗药丢进了酒里, 又在酒壶边放下纸条后, 飞速掠走, 陈远远等到英素素后, 二人小心地翻墙逃出了三皇子府, 直奔原柳下, 到了地方后, 二人不急着开始行动, 而是躲在一处隐蔽的角落里, 摒弃名神, 暂时休息, 感谢那位好心的黑衣壮士, 帮我们引走了所有强者, 英素素双手合十, 笛声喃喃, 万分感激, 不然今晚的事, 还真不能这么方便, 也不知道他这一个人, 又那么显眼, 能不能躲过三皇子府高手的截杀, 陈远远好笑地说道, 应该不能了, 可惜了, 我还想问楼旺阁, 怎么就不放弃要杀我呢, 英素素一个贪手, 没有丝毫紧张的意思, 也有可能不是楼旺阁, 陈远远似是想起了什么, 说道, 原先我们去端了千语歌据点的时候, 有一处据点, 有一个侍女叫清智, 我看别人都叫她清智姑娘, 似乎地位颇高, 英素素一叉, 清智不是白如霜的贴身婢女吗, 原来是楼旺阁的人吗, 清智当时一边反抗, 一边说, 我们是不是你派去的, 陈远远接着道, 英素素哭笑不得的说道, 倒也不算错, 当时想将她斩落的, 可惜她被救走了, 现在千语歌说不定上上下下都记得你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陈远远有些抱歉的说道, 英素素无所谓的摆了摆手道, 他们阁主都恨我, 底下人恨我不太正常了吗, 要恨也是恨白如霜啊, 一个两个的, 脑子都被驴踢了的来回吗, 陈远远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十分看不起这些蠢货, 嘘, 世界, 英素素呼得压低声音, 你听, 有人动起来了, 陈远远说吧, 二人对视一眼, 立刻屏息, 不露出丝毫痕迹, 英素素望着一行人飞速略去的身影, 心中不禁暗暗怀疑, 这三皇子速度有这么快, 不对劲吧, 世界, 好像不对劲, 英素素压低声音道, 陈远远也看出来了, 当下面色微宁, 也只能暂时先躲着, 英素素不禁小心的偷望过去, 今晚就他们两个人过来放火, 果然是失策了, 但若是三皇子, 真要拉着四皇子过来搅浑水, 他们还是有希望的, 陈远远手不禁摸向腰间, 准备万一有情况, 就立刻出手, 结果一摸腰身, 摸到了荷包里的一个纸条, 当下摸出来凑着月光看了眼后, 面色一变, 阿满糟了, 我给错你纸条了, 陈远远面露惊恐的说道, 英素素望着陈远远手里乱拍马屁的纸条, 又想起自己递出去的那个, 不禁干咽了, 一口口水问道, 那纸条上写的是什么, 你可还记得了, 我给一个猜测, 先记下, 到时候看能不能挖出些什么, 陈远远也不禁咽了口口水, 接着道, 我怀疑五皇子在圆柳巷底下有暗道, 养私兵, 英素素不禁捂住嘴, 眼睛疏地瞪大, 阿满, 这怎么办, 陈远远急道, 师姐, 我们现在不是放不放火的事情了, 我感觉我给错的那两个纸条, 能让三皇子和五皇子都犯一个大跟头, 英素素素不禁低声道, 陈远远远远道, 会吗? 不过只是一个怀疑, 并没有确信, 三皇子不至于没脑子要冲过来动手的吧, 师姐, 你看那些人去的方向, 像不像仓库的方向, 英素素有些莫名其妙, 跑去那空荡荡地库房去做什么, 难道是贼心不死, 故意装模作样, 请君入恶, 阿满, 有没有可能, 三皇子府有奸险, 陈远远呼得道, 英素素眼睛一愣, 继而恍然反应了过来, 怪不得五皇子这边这么多人, 要动身前往仓库藏身, 原来师姐的猜测是真的, 五皇子真的养了私兵, 或者说圆柳巷下面真有暗道, 而他塞过去的那张纸条, 除了三皇子之外, 还被别人看到了, 能是谁? 英明珠! 第256章, 混进去, 英素素心中不禁有些怀疑, 难道真的是英明珠? 但不是英明珠, 又能是谁? 刚刚看到二人那模样, 估计事后的人都不可能在场吧, 那唯一能看到纸条的就只有英明珠啊, 可这又有些说不通, 英明珠既然已经嫁给了三皇子, 是三皇子侧飞, 地位待遇的又不差, 何必跟五皇子搅和到一起, 难道是旧情难忘? 难忘也是难忘消逝的, 一时间想不通, 英素素决定暂时抛到脑后, 先招眼看着眼下情况该如何处理, 原有象的动静越来越大, 英素素正迟疑着是不是该撤的时候, 夯到深处涌出来的人开始逐渐减守, 到最后已然没有几个人了, 英素素眸光随着那最后一个人绕过杭道, 眼见着那人跃起, 身形没入了黑暗之中, 师姐, 我们走吧, 英素素说道, 今晚放火的事情估计只能搁置了, 这五皇子势力雄厚, 超乎他的想象, 还是让三皇子跟五皇子慢慢斗去吧, 阿曼, 等等, 陈月圆耳朵一动, 呼地拉住英素素, 二人再次躲了起来, 不远处, 声音越来越近, 似乎人数不少, 听那沉闷的声响, 正是往这边来, 英素素凝神望去, 不消片刻功夫, 一行黑衣人忽然出现, 但是看着明显有些混乱, 就像是临时组建的队伍一样, 而领头的那个居然没有穿业行衣, 一身的锦衣华服十分显眼, 更黄论还带了个金冠, 就差明晃晃地告诉别人, 我三皇子来了, 英素素不禁闭了闭眼, 暗叹他果真把三皇子想得聪明了, 这货要不是母家够强势, 能在身宫活到成年都是个奇迹, 陈渊渊也没想到, 当今社会还有如此头脑干净之人, 暗叹果然有靠山的都不靠谱, 混进去, 英素素当机立断, 拉着陈渊渊一跃而下, 直接混入人群之中, 后面的黑衣人猛地一喝道, 你们前面已经探查清楚, 圆柳巷内多人撤出, 不知道是不是在搬运什么东西, 英素素嘶哑着嗓子说道, 说着还拉了拉面色的黑金, 将脸遮得更严实了些, 那人一愣, 恍然大悟道, 你们是先一步过来探查的呀, 英素素立刻点头, 而英素素这边说的话, 前面的三皇子自然也听到了, 当下停下脚步, 皱眉响了半晌之后, 招来一人吩咐道, 去四皇子府帮我穿个口信, 就说报仇的时机到了, 是, 殿下, 一名黑衣人迅速掠了出去, 其余人再次站好, 随着三皇子人流向深处走去, 英素素和陈渊渊分散展开, 不急不缓地跟着王李走去, 到快到地方的时候, 三皇子似乎终于清醒了些, 派了一队人先进去打探, 其余人原地待命, 一会儿之后, 先前进去的人已然返回禀告道, 殿下, 前面有一处宅院, 外面很破旧, 里面却很大,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人了, 跑得这么夸, 三皇子迟疑了下, 还是决定带着人去前面看看, 众黑衣人再次歪七扭八地跟了上去, 没有一点气势, 看起来就像是一般的护院而已, 这时, 英素素身边的一个黑衣人小声吐槽道, 他们都不在, 我们又能做什么? 英素素一下子便明白过来了, 原来这些还真是护院, 而真正的高手们追着那荧光黑衣人, 此时已然不知道了哪里了, 这三皇子不仅头脑简单, 心也大, 终于到了传说中五皇子的那间宅子里面后, 英素素立刻找机会和陈渊源凑在了一起, 而后在陈渊源的掩护下, 开启查案技能, 开始巡查此处地方, 此时, 三皇子也刚好下令道, 将这里里外外都给我翻一遍, 是, 殿下, 众人齐齐应了声之后, 立刻开始四散开来, 英素素找准机会和陈渊源对视一眼后, 直接穿过长廊去到了后院, 三皇子带来的人不少, 几人一个地方拿着手里的便宜大刀随便扎, 随便翻看着漫不经心的, 但是倒也查看了不少地方, 而英素素因为利用眼睛的技能迅速扫过一圈, 他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地下通道, 他觉得那些人的撤出说不定就是所谓的障眼法, 五皇子应该不会舍弃经营了这么久的地方才对, 但是这前宅后院他全部扫尸了一圈, 皆是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这让他不禁有些怀疑自己的猜测是否是正确的, 难道是自己想多了? 不行, 师姐, 我得再看一遍, 我肯定忽略了什么地方, 英素素说吧, 再次调转方向, 将自己搜查过的地方, 再次仔仔细细摸擦一遍, 陈元元也帮着一起查, 毕竟撤出的人数不少, 这宅院也装不下那么多人啊, 总不能是茅屋吧, 陈元元不禁捏着鼻子道, 英素素失笑, 干脆摇头道, 不会, 五皇子那么在意自己形象的人, 他才不会做这种有损位移的事情呢, 不然以后史书记载, 他就是一个钻过茅屋的皇子, 这简直是让世人耻笑, 陈元元扫过茅屋, 又环顾四周, 不惊道, 还有哪里呢? 就在这时, 忽然有人喊了一声道, 找到了, 英素素和陈元元一正, 继而立刻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赶了过去, 只见一金兽的男子, 兴奋的指着一处狗洞道, 殿下, 奴确定是这儿, 这儿? 三皇子一脸的怀疑, 是的殿下, 奴钻进去看过了, 里面的砖一敲, 空空的, 那金兽的男子赶紧说道, 来几个人, 爬进去看看, 三皇子下令道, 英素素和陈元元几乎是立刻举手, 而后都没等催, 直接一前一后爬了进去, 爬了进去之后, 两人便试探着站了起来, 三皇子不惊道, 看来我府里还是有不少聪明人的, 做得不错, 回去重重有赏, 英素素和陈元元小心地贴着墙壁, 用手敲了敲, 果真是空谷的声响, 这里面是空的, 二人对视一眼之后, 英素素嘶哑着嗓子道, 这里面的确是空的, 需要些工具砸开, 也需要多些人才行, 三皇子听罢, 立刻命人开始准备工具, 同时让更多的人准备进去, 第二百五十七章, 一百两, 英素素和陈元元各自拿了个工具, 站在狭窄的通道处, 半攻着身子, 卖力一砸, 砰, 一声巨响, 墙也只踏了一个坑, 英素素和陈元元对视一眼, 想着要怎么用内力砸, 还能不被发现, 正在纠结的时候, 外面忽然热闹了起来, 一锤子下去, 一两银子, 砸个坑, 十两, 砸下一大片一百两, 三皇子喊了一声后, 那原本还在纠结着该怎么砸的人, 纷纷开始动起手来, 干得热火朝天的, 一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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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喊, 一声锤, 黑衣人们精神亢奋, 眼里金光闪闪, 英素素和陈元元再次对视一眼之后, 默默地收小了力道, 仿佛很认真地砸, 也只是为了融入这样的环境之中, 终于, 在金钱的诱惑下, 终于砸出了一个坑洞, 有了坑洞之后, 周边的就好打了一些, 慢慢的坑洞开始扩大, 可以容纳一人先进去了, 英素素自告奋勇, 要先一步去探查一番, 陈元元自然立刻跟上, 等二人爬过去之后, 随着背后一声声的砸墙声, 不禁看向面前那沉重的石门, 石门之上, 是两只诡异的兽类, 看着像是长着虎牙的蟒蛇, 头上还有鸡脚, 像是浮雕一样, 刻在石门之上, 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震慑, 除此之外, 还有几条通道, 都不知道是通往哪里的, 英素素压低声音道, 虽说这看起来是地道, 但是我们是砸墙进来的, 也就是说还有其他的方式进来, 拆开门看看吗? 陈元元问道, 英素素摇头, 他们过来是为了烧绣品的, 而那石门之后, 不知道是否有机关, 更不知道五皇子到底是藏了什么秘密, 所以一旦揭晓, 后果不是现在的他可以承受的, 他不想连累秦府, 这件事交给三皇子, 我相信他会很乐意的, 英素素说吧, 往前试探了一下石门后, 眸光微变, 直接往外喊了一声道, 这门好古怪, 里面会有暗器吧? 说吧, 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坑洞的入口, 等着有人进来之后, 立刻道, 我们去那边探查一番, 说吧, 便拉着陈元元走了, 后来的人眼见着石门, 根本看不到其他, 随意挥了挥手之后, 便直接往石门那走了过去, 不消一会儿功夫, 等越来越多的黑衣人进来, 也确认了这里安全之后, 三皇子也随之进来, 府一进来, 三皇子便看到了那两只浮雕怪兽, 当下眸光微了, 紧紧盯着石门, 都给我守在这儿哪儿, 也不许去, 另外, 派人回王府报信, 让谢吾望立刻过来, 三皇子说道, 是, 若是英素素在此壁定瞪大眼睛, 那个掉落悬崖不知所踪, 帮楼望阁拿到赤龙玉佩的谢吾望, 现在居然是三皇子供奉的高手, 三皇子吩咐之后, 缓步向前, 直接伸手摸了摸浮雕, 嘖嘖两声道, 老五, 你还真会藏东西, 这边因素素和陈渊渊随便找了条通道, 一路往里, 竟是发现了一个向下的时间, 二人对视一眼后, 将火车子吹亮, 直接将楼梯两边的火盆全部点燃, 顿时, 整个通道都亮了起来, 二人一路向下, 不知走了多久, 只感觉到森森凉气涌出的时候, 他们终于踩在了平地之上, 因素素照例将所有火盆点燃, 然后循着这路径一路往前, 在走到一半的时候, 梳得停了下来, 看着左手边堆积的如山一般的刀剑, 又看向右边随意摆放的几个箱子, 心里说着不会吧, 但还是上前将箱子给打开了, 哇, 还真是秀品, 因素素翻了个白眼, 直接将所有的箱子打开, 然后看了眼四周的东西后, 说道, 这些铁柱的东西这么多, 这可是一笔大开销, 而且我也没听说过, 再往前又有门了, 还继续吗? 因素素望为一眼后, 摇头直接放弃道, 我们只需要打开一个口子, 翻出这些东西的, 必须得是皇子才行, 那走吧, 我们原路返回, 陈渊渊说吧, 刚要转身走的时候, 忽然一道进风袭来, 一根短剑直刺而来, 糟了, 机关! 因素素顿时开启查案技能, 眼睛紧紧盯着四周, 陈渊渊随即拉着因素素, 直接飞掠而起, 加速往阶梯处冲去, 师姐, 左边半米处, 这只是中间, 上面有三只因素素沉着下来, 观察着周围的机关, 陈渊渊闷头向前冲, 终于到了十阶边缘后, 立刻飞奔而上, 因素素呼出一口气道, 罢了, 这是咱们不参与了, 找出口, 陈渊渊点头道, 是有些麻烦, 但是这些机关, 简直像是刚学了机关几年的学徒做的, 杀伤力不大, 因素素闻言, 脚步不惊一顿, 继而心中有了一个猜想道, 故意的呀, 故意撕住兵器, 不该吧, 陈渊渊有些想不通, 因素素也想不通, 五皇子既然要地位, 怎么着也不会被人发现自己的秘密之地, 才对, 但是现在不禁被人发现了, 三皇子还带人来了, 这京城里, 但凡有耳目的, 谁还能不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吗, 这明日朝堂之上, 估计又是一顿腥风血雨, 而且还是在大婚之前, 闹出这么一档子事来, 先出去再说, 陈渊渊说道, 因素素一点头, 上去了之后, 立刻准备原路返回, 结果走到半截, 忽然被陈渊渊拉住, 小心地往后退去, 等退得够远了之后, 二人找了找四周, 终于又发现了一条隐秘的通道, 二人一直近身, 甚至内力都没有使用, 小心翼翼地进入了隐秘的通道后, 缓步往前, 直到大约三百米后, 他们看到了月光, 因素素抬眸向上网, 这才发现, 他们似乎是在一个井里, 在井里就好办, 二人一个掠起, 轻松从井口出来, 结果刚一出来, 一道犯着寒意的长剑, 就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宿主, 换脸服两张三万两, 时效一个时辰, 云你先欠账, 换, 第二百五十八张, 换脸, 宿主, 换谁, 自然是白如霜和冷月, 因素素不假思索地传音道, 宿主, 如您所愿, 因素素只看着缓步走过来的一人, 直接扯了他脸上的黑金之后, 直接愣在当场, 不可置信地喊道, 霜啊, 怎么会在这里? 因素素故意不说话, 只冷冷地望着他, 然后撇过头去, 那人赶紧扯了面具, 将因素素掰了过去, 关切地说道, 双儿, 你没事了? 我还以为你离开京城了。 因素素心想这五皇子, 居然还是个情种不成, 一般这个时候, 他不是应该下令将他们抓起来才对吗? 毕竟他负责白家的案子啊。 不过, 五皇子倒是给因素素一条新信息, 那就是, 他也不知道白如霜是在京城里, 还是出了京城, 这轩缘彻藏得够深的呀。 殿下, 因素素撕扯着嗓子喊道, 像是年久失修的木门, 发出难听的刺耳声响, 让人不禁响无耳朵。 萧明瑞也是眉头一皱, 但是很快便恢复如常的关切问道, 还未完全恢复吗? 殿下告诉的我原柳相, 所以我便跟着三皇子混了进来, 殿下猜猜我要来做什么? 因素素继续面容清冷地问道, 白如霜总一副死于眼看人的模样, 因素素学了个七八分, 倒也是挺像, 而陈圆圆只要扮演好沉默寡言的冷月就好。 萧明瑞面色微变, 挥了挥手, 让四周的人散开后, 低声道, 双儿, 我也是身不由己, 我并不是没有救你, 但是只有我手上所掌握的权力够多够大, 我才能许你一世安稳。 因素素冷着脸不说话, 双儿, 我已经做得够多的了, 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萧明瑞促眉, 一副受伤的表情道, 哼, 因素素冷笑一声, 双儿, 我知道你很多时候都不能理解我, 我也知道你埋怨我, 可你无论何时都要知道, 你在我心里是特别的, 不同的, 不同到我甚至愿意与你分享我的秘密, 将这一处地方, 打造成一个完美的囚牢。 因素素一刹, 囚牢? 这地方的一切我, 皆已准备好。 老三已经如愿过来, 很快他便能发现, 我想让他发现的一切。 他会发现, 那里面的所有兵器, 都刻有三皇祠府的印记。 他会发现, 那里面甚至有龙袍, 他会发现, 我让他变成想篡位的那个人。 因素素面露震惊, 所以五皇子一直经营这个地方, 就是为了一举毁了三皇子。 不对, 不对劲。 双儿, 等我大业已成, 你将会是我的皇后, 我唯一的爱人, 我要将这江山都拱手送于你。 肖明锐说到动情, 双手环抱上来, 因素素直接挡了过去, 往后退了一步。 我是那么好骗的吗? 殿下, 既然大家不愿坦诚相待, 那便只做交易吧。 因素素嘶哑着嗓子说道, 肖明锐收回了手, 缓缓背在了身后。 双儿, 我怎会骗你? 肖明锐眉眼巨是温柔的爱意, 一往情深。 因素素飞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想象着无数种可能, 最后都被一一推翻。 这整件事看起来就很荒唐, 不论是忽然发现的密道, 还是那做工粗糙的机关, 还有那诡异的石门。 这一切的一切, 都非常荒唐。 因素素脑海中灵光一闪, 猛地反应了过来, 直接传音默默道, 我当时没有注意看那些兵器, 我只看了布料。 京城附近没有什么铁矿, 没办法制造那么多崭新的兵器, 而附近的铁矿只要一开发, 怎么可能挡住朝廷的眼线? 所以, 那么多的皇子, 才会想尽办法往工部插入自己的人。 布料是真的, 但是兵器是假的。 石门背后, 说不定是更荒唐的东西, 让人就算是看到了, 也觉得自己被耍了的东西, 都是假的, 假的, 一切都只是障眼法, 五皇子这才是真正的请君入卧。 一来, 三皇子带人跑到了原柳巷, 结果翻出了一些假东西后, 肯定会被五皇子递折子, 闹到殿前。 皇上最不爱看兄弟自相残杀了, 这三皇子犯蠢带人私自搜查, 本就理亏, 甚至还会暴露自己的野心, 为皇上所弃。 二来, 想找绣品的, 要么三皇子四皇子, 要么秦家, 而能那么迅速查到准确位置, 能给秦家提供信息的, 能跟千语阁平分秋色的, 就是江湖上忽然出现的一个神秘组织, 也就是殷速速的信息处理中心。 虽然不知道五皇子是什么时候怀疑的, 但是他这一步一步的, 分明是算计好了, 请君入瓮, 想要抓住秦家的把柄, 而最终的结局, 不过就是让秦家为他所用。 甚至, 在此之前, 他有可能以为抓住了的, 就是神秘组织的人, 结果殷速换脸了, 五皇子这才会惊讶, 觉得不符合预期。 电光火时间, 因素素已然想清楚, 想清楚了之后, 人便放松了些, 他这张脸不是贴了脸皮, 而是系统换的, 所以根本查不出丝毫破绽, 他完全不用担心。 虽然不知道五皇子是如何锁定的秦家, 但是今晚, 他必定让他打消怀疑, 千语阁肯定不会为你所用了。 你便以为那个组织, 你能拿到手。 因素素冷笑了声,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猜到我与那组织有关系的, 但是想合作, 便拿出诚意来。 那个神秘组织, 又有什么人是跟你熟悉的? 肖明锐不禁领眉, 眸光也有些冰冷。 因素素直接甩脸子, 不回答, 这倒是比较贴和白如霜的性子。 我还以为是秦家。 肖明锐笑了声, 无论我派出去多少人, 怎么查, 都查不出这组织的丝毫信息, 但是能翘无声息的, 将老三和老四的布料与我的兑换, 还引得老三老四对我怀疑的, 除了那神秘组织我想不到别人。 再说了, 除了秦家之外, 谁想要这布料? 因素素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是栽在了这布料上头。 秦家也有人抢布料。 因素素说道, 是有, 但不是我。 肖明锐说罢, 不禁观察因素素。 因素素立刻反应了过来, 说道, 你们私底下的交易, 他没有告诉我。 肖明锐道, 难怪, 我只是行了方便, 人是他派的, 事也是他做的。 可没想到我, 却是损失最惨重的那一个, 还不知道是谁出的手。 第259章, 一晚上都没有好运气, 因素素清吐出一口气, 没想到派人来的, 居然是轩辕撤。 你当时跟我说的时候, 原柳相分明是你最重要的地方, 如今却被你捅了出去。 因素素试探的说罢, 便闭了嘴, 抬眸冷眼望着肖明锐, 盯着他的面色。 原柳相, 我自然是不会放弃的, 但是现在他有用不是吗? 肖明锐没有明说, 只转开了话题道, 你来此处, 因素素干脆打断了他, 直接道, 他既然和你有交易, 那我便不管了。 说吧, 望着陈元元喊道, 师父, 我们回去吧, 我要亲自去问问他。 陈元元清冷的微一点头, 眸光瞥了一眼肖明锐后, 就要离开。 刷二, 肖明锐忽然喊了一声, 因素素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肖明锐后说道, 明当我在查, 查到了, 我来找你做交易。 刷二, 我被你的心从未变过, 你可以永远相信我。 肖明锐满含深情地说道, 因素素回头, 露出了有一丝感动的神情, 而后拉着陈元元二人一同跃起, 迅速离开了原柳巷, 等拐了好几个弯之后, 二人才落下地来, 却也没有第一时间离开, 而是等在原地好半上, 待确认了的确没人跟来之后, 二人迅速地没入了一处幽暗的巷子中。 我确信, 五皇子没那么心大放, 我们安然离开。 因素素低声道, 今晚的五皇子刷新了他的认知, 他一直知道这个人很厉害, 尤其是在其他几位皇子的映衬下, 更显得几乎是天子之位的不二人选。 但是, 这次近距离接触, 才知道此人相当的不简单。 心思深沉, 计谋颇多, 人也豁得出去, 什么人都可以合作。 先前的殿钱, 再到接手白家案子, 一切的一切, 不过是给外人一个痴情的表象。 感情在他眼里, 永远比不上权力地位。 因素素说罢, 不禁冷笑了声, 可叹白如霜, 还以为他终于拿下了这五皇子。 剧情的影响力有, 但人的野心可以冲破一切稚固。 阿满, 我们躲着也不是办法, 总得出去, 这张脸也用不了多久了。 陈渊渊压低声音说道, 因素素自是知道这一点, 但就算他再着急也没用, 实在是没有稳妥的法子, 可以回到秦府。 那不去秦府还能去哪儿呢? 有了。 师姐, 你五方装修好了吗? 因素素盲问, 陈渊渊威一摇头, 而侯又点头道, 快了, 当时我们为了防备楼望阁, 特地将他留下的那个通道没有封, 而是还留着对不对? 因素素问道, 陈渊渊眼睛一亮, 立刻明白了, 那我们就过去五方那儿, 直冲那通道, 撬开那通道后, 到的地方应该就是某个被我们捣毁的据点。 陈渊渊说道, 因素素猛的点头, 而且还能趁机将五皇子的眼光吸引到了楼望阁的据点。 楼望阁手握千语阁, 是谁都觊觎的地方, 他就不信五皇子能不动心。 选好地方之后, 二人再次飞跃而起。 等二人离开之后, 一道身影悄悄赶来, 看了一眼二人的行进方向后, 目录疑惑, 但还是小心地跟了上去。 到了地方后, 那追过来的人一脸的怀疑, 将此处地方都仔细看过之后, 寻着那细微的动静, 终于跟到了厨房。 厨房一切如常, 只有一扇门, 且没有其他出口。 但是最后的声音明显是在这消失的。 那人仔细将厨房检查过后, 目光不由地扫向一堆破烂锅具堆放的角落, 步伐谨慎地走了过去, 将上面盖着的麻布一把掀开, 露出了可供一人通过的一个狭小洞口。 那人本想传回去消息, 但是想了想, 还是决定先跟过去看一看。 而此时, 已经穿过洞口到达一处隐秘宅院的殷素素 和陈圆圆一脸不可置信, 只对看一眼后立刻引入黑暗之中。 宿主, 这还有一个据点。 殷素素欲哭无泪, 他今晚的运气就没好过, 以为会通往捣毁的某个据点, 结果居然跑到了还存在的千语格的据点。 人家狡兔三哭, 这楼望格简直好几个哭。 殷素素不禁咬牙骂道, 嘘, 咱们先离开这儿, 这儿似乎是厨房。 陈圆圆说吧, 拉着殷素素, 二人翘无声息地跑到了旁边的柴房里, 找了一处隐秘的角落, 暂时停了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 柴房外的门廊上忽然传来了脚步声, 殷素素内心哀嚎一声, 不会这么倒霉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天听到了呼唤还是怎么了? 那脚步声忽然一顿, 继而忽然有人大喊了一声, 来人啊! 有贼闯进来了! 门廊外的人一个飞跃而起, 脚踩在屋顶的瓦片上, 一路急速飞奔离开。 煞时间, 不知多少人飞跃而起追了上去。 殷素素和陈圆圆只看到了柴房的窗户上映出来的一条条的身影, 快速地闪过去, 仿佛无休无止, 一时间竟是看不出这里有多少人。 待外面稍微安静些了之后, 陈圆圆低声询问道, 要不要走? 时间, 再等等。 殷素素低声说吧, 悄悄地摸向了外面, 透过柴房的空隙望了出去。 现在是夜里, 黑曲曲的一片也看不出这是什么地方, 连基本的布局看着都不真切, 所以看了好一会儿, 殷素素也无法确认是在哪里的时候, 便只好暂时放弃。 就在这时, 忽然又有一队人马冲了过来, 在柴房外停了下来, 殷素素立刻屏息名神, 缩在墙角下, 紧张地等待着。 就一个人都还没有抓回来, 你们吃干饭的吗? 清智怒斥道, 清智姑娘, 那人轻功了德, 看起来不像是个杀手, 倒像是个专门探听消息的。 清智眉头一皱, 探听消息的。 总之, 这个人不能放过, 都给我去追, 追到了就地格杀。 清智冷冷下令道, 是, 清智姑娘, 清智吩咐完了之后, 眸光扫过柴房, 然后又看向了厨房, 心中迟疑想着, 是不是去看一眼的时候, 忽然一个小丫鬟冲了过来。 姑娘, 姑娘, 也不好了。 清智面色一变, 立刻交代道, 你们去抓人, 不得耽搁, 说吧, 立刻跟着那小丫鬟离开了。 第260章, 趁机离开, 殷素素不禁微微张嘴, 震惊不已。 原来不仅白如霜没离开京城, 这楼旺阁也归缩在了京城里疗伤, 而且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好。 不好, 上次对战的时候, 看棋盘上的模样, 楼旺阁好得很啊, 要不然, 也不能从那么多追兵中全身而退。 所以, 是有别的毛病了? 殷素素心里有些好奇, 但是却不打算去看看, 他现在最好不要掺和进去。 今晚误打误撞, 利用白如霜的脸, 将五皇子的人引到了楼旺阁的这个据点。 估计只要那人跑得快, 五皇子能得到消息, 这据点要不了多久就会覆灭。 而覆灭的原因正是白如霜。 殷素素不禁感叹, 他这运气还是可以的。 等外面的声音再次消失, 只有素素的风声掠过的时候, 殷素素朝着陈渊渊一招手, 二人趁着夜色再次摸进了厨房, 利用那个通道原路返回。 返回之后, 将原本破损的墙面开始复原。 深夜里, 二人穿着夜行衣做起了工匠, 认真又努力。 等弄好了之后, 殷素素站起身来, 伸了个懒腰, 去了临时的房间里, 换了一身衣服, 和陈渊渊告别之后, 便趁夜回到了秦府, 一路安然无恙到了清竹院。 刚一推开院门, 一道高大的身影就这么站在了殷素素的面前。 回来了, 殷渊星垂眸问道, 殷素素尴尬的笑了两声道, 哥哥, 怎么在这里啊? 你呢? 去哪儿了? 殷渊星问道, 跟师姐出去逛了逛, 殷素素有些心虚的说道, 是吗? 那今晚五皇子和三皇子对战的事儿, 你不知情吧? 殷渊星眸光紧紧盯着殷素素问道, 殷素素一刹, 打起来了。 嗯…… 殷渊星说吧, 让了个缺口出来。 殷素素立刻一脚跨进了院门, 殷渊星将院门关好后, 和殷素素并排走着, 回到了屋内。 殷素素将屋内的烛火点燃后, 直接拎着屋子里已经凉了的茶, 赶紧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后, 一饮而尽。 哥哥, 今晚真是惊心动魄。 殷素素擦了擦嘴, 不禁叹了一口气道。 是吗? 怎么惊心动魄了? 殷渊星撩开外袍坐了下来, 一副要听解释的模样。 殷素素也挨着凳子坐了下来, 眼珠子一转, 开始诉说起了自己今晚的经历, 将换脸的部分和被五皇子挟持的部分全部删除, 又说自己误打误撞, 找到了楼望阁的又一句点。 将自己和陈圆圆师姐的狼狈之处着重说了, 但也说了自己对于那粗糙机关的怀疑, 到此便彻底说完了。 殷渊星仔细听着, 这说的这一段应该是真的, 但似乎也缺少了一部分。 想着, 殷渊星便望着殷素素, 见他眸光轻亮, 便叹了一口气, 暗自决定既然牵扯什么秘密, 那他也就不多问了。 哥哥, 五皇子是有准备的, 三皇子算是栽了。 殷素素说道, 不是你给的纸条吗? 殷渊星不禁眯着他道。 殷素素尴尬一笑, 说道, 我哪里想到, 就一张纸条, 他还能真的带护渊就赶过去了。 等等, 护渊? 这三皇子也不蠢啊。 殷渊星好笑的看着邓大眼的殷素素, 问道, 想到了? 殷素素咬着牙, 道, 皇家的都是狐狸, 若是带私兵或者供奉的高手, 那么三皇子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但若是护渊, 护渊那就是三皇子酒醉胡闹, 闹到殿前, 最多也就是一顿斥责罢了。 哥哥, 你说, 忽然多了两个黑衣人, 这三皇子是不是发现了? 殷素素问道, 估计是发现了, 之所以没有发难, 应该是以为你们是五皇子特意派过来的诱饵吧, 不然不会任由你们随便跑的。 殷渊星说道, 殷素素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 想着今晚的一些事情, 暗暗下定决心, 以后再遇到这些皇子, 一定要多长几个心眼。 五皇子设计三皇子, 三皇子也留了个心眼, 总之今晚应该是无胜负, 不对。 殷素素忽然笑了, 楼望格的据点被五皇子的人发现了, 五皇子算是有收获的。 而楼望格的据点如果被五皇子给端了, 这两人的仇就结大了。 而且楼望格和五皇子还没办法私下说和, 先将这件事放下, 因为楼望格似乎身体不好没有出现, 而五皇子又在和三皇子斗。 这两方人马一相遇, 根本容不得他们多想。 我只可惜了今晚那布料没来得及捎。 殷素素不禁可惜地说道, 不烧是对的, 烧了, 秦家就要被卷进去了。 殷元心屈指一弹, 殷素素立刻捂住了脑门。 哥哥, 我今晚也算是将功补锅吧? 殷素素可怜巴巴地说道, 算吧, 让五皇子和三皇子斗了起来, 还卷入了楼望格, 他们三个斗一斗, 我们才能安生点。 殷元心说吧, 便站起身来望着殷素素。 殷素素赶忙放下手, 一副聆听教会的模样。 阿满, 我不反对你出去, 我也不反对你去找麻烦, 我希望你是自由的。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 你能让家人担心, 你才久接的实力, 至今还未到宗师。 你可曾想过, 万一你受伤, 娘该多担心。 殷元心沉声说道, 殷素素不禁垂下了头, 一副做错事的模样。 哥哥, 我会努力练功的。 殷素素保证道。 好。 殷元心说着, 摸了摸殷素素的头道, 好好练功, 争取再进一步。 你再进一步, 哥哥便不会这么担心了。 殷素素抬头, 眼圈通红道, 哥哥, 我下次再也不敢冒险了。 殷元心一笑, 轻点了点殷素素的额头道, 若再有下次, 记得要怎么做吗? 殷素素一愣, 记得叫哥哥一起。 殷元心无奈叹了口气, 转身走了。 殷素素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想了片刻后, 传音默默道, 哥哥说, 记得叫他一起, 他是宗师, 师姐也是宗师, 所以哥哥是觉得, 师姐的实力不如他吗? 宿主虽然都是宗师, 但是哥哥明显实力更强, 看来到了宗师等级, 是还有的细分的。 殷素素说道, 到了宗师之后, 宿主应该就能明显感受到差距了。 第261章 皇子大婚 不知何时, 月光偷偷从厚重的云层中,